想好了吗 要娶我吗 我毛病缺点不少了 你胖吗 我向你表个态 再问你 你就是最胖的 我愿意做保护你 照顾你 一辈子的气势 这是一场穷小伙和富家千金的恋爱 你还名叫蒋南孙是上海本地的大家闺秀 男人名叫张安人是土木系普通大学助教 这天两人来到南孙小一家送装修图纸 却意外遇见南孙父亲蒋鹏飞 两人初次见面 张安人礼貌鞠躬行礼 但是蒋父不怎么喜欢穷三样的他 直接问他有没有房子 张安人立即表示有的 蒋父一听乐了 只快年纪轻轻就有一套房很厉害 但是得知是在浦东三菱外环边上 蒋父脸色直接垮了 果然女婿最难过老张人那一关 张安人不由的心中一紧 蒋父直接表示他的房子买得太远 只会浪费大把时间在上下班上 随后建议他将郊区的房子卖了 买一个市区离单位进的小房子都行 张安人没想到有房子都被吐槽 蒋男孙受不了父亲为难男友 认为房子不是说换就换的东西 张安人趁机表态 会努力让两人的未来比别人幸福 但是蒋父更现实 不要承诺只要实际的 蒋男孙更不乐意了 想拉着男友离开却被阻止 只好站在他身边给男友壮胆 蒋父还在碎碎念 希望他们以后能住在自己身边 这时蒋男孙直接反驳 觉得住在复兴路也不觉得幸福 住在复兴路你不一定幸福 但是住在那么远的地方 你肯定不幸福 这不是房子贵不贵的问题 也不是旁边有没有太平洋百货的问题 那是你们之间人生差距的问题 你懂吗 当现实照进浪漫爱情中的时候 残酷的现实是撕裂两人爱情的开始 蒋男孙直接拉男友走 却被蒋父直接拦住 表示他小姨晚上请家人吃饭 张安人不想让女友为难 安慰蒋男孙先留在这准备晚上吃饭 说完就要独自离开 却被蒋父叫住 哎小张 出门左拐 两百米就有地铁了 只能说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晚上 蒋男孙一家聚餐 居然叫来张安人的海归同事王永正 蒋父故意在女儿面前提及格局和眼界 不停夸赞王永正有发展潜力 蒋父之心蒋男孙自然明白 直接顶撞他 认为他所谓的格局害得一家人失去了房子 这时王永正岔开话题 谈起小姨代欠房子的装修方案 认为张安人的设计经济实惠 然后拿出自己在餐巾纸上画的图纸 觉得自己的方案是提高生活品质的 小姨顿时有点心动了 是吧 不是 蒋男孙见不惯他傲气的样子 否认他的方案 王永正表现失败干大做回原位 谁知小姨代欠却将图纸收进包里 男孙看到这一操作很惊讶 你真的把他收起来啊 他在帮你 他很聪明的 谁让他帮啊 第二天 蒋男孙找小姨聊天 小姨交代男孙已经让王永正出设计图纸 让他有时间帮忙定一下 男孙还想给男友争取这次表现机会 你就谢谢他 付出是会有回报 但也可能没有 挫折教育要有的 小姨现实的话让男孙很挫败 一个人难受的回到家 谁知蒋父居然为他请来著名小提琴家 蒋父表示跟他学习小提琴 会参加各种沙龙认识各种优秀男人 但是男孙直接拒绝父亲好意 蒋父认为拉琴不只是拉琴 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人生 而不是找个穷酸样的张安人当男友 这样根本配不上男孙 认为他是被爱情遮住了眼 这不是忠贞是愚蠢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你让我学习是为了嫁给什么沙龙里的优秀男生 我早就不学了 我宁愿愚蠢愚蠢一辈子 你说什么你 女孩坚定选择爱情的样子真的很帅 她只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识快 蒋父也为动手打女儿后悔起来 但是气头上的男孙却很冲动 她拿起桌上的茶壶 向父亲安排她通往精英阶层的小提琴上浇水 无论蒋父怎么劝说 她仍让我行我素 仿佛要浇灭父亲的痴心妄想 倒完一壶茶水之后就跑上楼 拿出所有名贵的衣服和包包下楼 在蒋父的疑惑中 一股脑的全扔在地上 只能说服家人的豪横学不来 随后拿出抽屉里的剪刀 对着自己的长发就是犀利的剪下去 再将剪下来的碎发也丢在地上 身体发布受制父母 这种归还不足以抵消父母的爱 蒋父看着离开的女儿 只能在楼下无能狂怒 这时奶奶路过 轻飘飘留下几句话 两个女儿花的钱白养 最后都送给别人去了 蒋父听着一老一少的话心塞无比 蒋男孙冷静下来后 约闺蜜陪自己去做头发 闺蜜名叫朱索索 是一个奇小店鱼 都很萨很仪式感的戴叶少女 索索得知男孙剪头发的理由后 笑话她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公主 你知道你这个头发剪一剪 烫一烫有多少钱吗 哪里还有钱 花花我就不花了 索索感慨着丫头还真是理想主意 这时男孙看了下时间 想起小姨转交的文件 让索索帮忙送到金言集团的叶锦言 很快索索就来到金言集团 看着这里富丽堂皇的样子 又想到自己寄人篱下待业家中的苦涩 决定要抓住机会找个工作 很快来到叶锦言的办公室 一个中年美术出来见她 奇料索索错将男人当成公司老板叶锦言 等男人拿走文件时 索索叫住她 希望她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来集团实习 男人没有解释什么 见索索签字百妹起了心思 决定加一下电话晚点私下沟通情况 回到家的索索无聊等待着 就在要吃饭时接到男人电话 得知他邀约自己见面聊聊 于是一身盛装打扮在低调奢华的酒店门口等起来 很快男人开着宝马气息赶来 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酒店经理出来接待他 很客气地给男人开了一间最大包间 索索看到这一幕确定男人人脉很广 在包厢里 经理还亲自招待两人 索索却意外得知经理称呼男人为马先生 这让他感到很疑惑 等经理走之后 就问出自己的疑惑 马先生很坦然承认自己姓马 是和叶锦炎工作很长时间的朋友 我可以算是他的左膀右臂 又见到他结账时只需挂个名 餐厅老板还想送人情 这打开索索对于有钱人认知的格局 回家路上 索索见识过有钱人的豪恨后 让他更加迫切地需要工作 就告诉马先生明天将简历送到公司 可是马先生却拒绝了 表示这几天有时间就来找他拿 接下来的几天里 马先生不断约索索出入高档场所 丝毫不吝啬言辞夸赞索索言之才艺 但是面对索索渴望一个工作的请求 他却一推四五六转移话题 我让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为钱担心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以后所有钱的事情 都有我来操心 OK 索索顿时被书的温能感动到 之后两人就去逛街 马先生很豪横地买下索索多看一眼的包包 为了表示感谢 索索当即还礼送一块高档丝巾 两人一来二去之间 马先生就动起手握住索索的手 索索也没有挣扎 马先生表示遇见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既然让我碰到了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一直寄人篱下的索索被这话感动到 仿佛眼前人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 跟索索甜蜜恋爱相比 他的闺蜜蒋南孙却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为他父亲邀请自己男友上门吃饭 可是老父亲前一天还嫌弃小火穷酸样 饭桌上张安人一脸拘束 看着未来岳父在面前 就想帮南孙倒水显得恩爱点 他无所适从 没多久奶奶终于来了 看着张安人一表人才很满意 就告诉蒋夫让两人赶紧结婚吧 女孩子是留不住的 蒋夫对老母亲的话不置可否 等到吃饭的时候 蒋夫终于说出要张安人来的目的 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让南孙等他功成名就在结婚 要么就将外环房子卖的用来炒股 张安人直接傻了 我徒你女儿你徒我房子 南孙忍不了直接庇护男友 主意反驳父亲的话 小棉袄变成黑心棉 让蒋夫立刻不乐意了 表示南孙从小养尊处优 不是几包保健品就可以取走 张安人被蒋夫的话震惊到 一时之间厌无好厌 张安人从蒋家出来后非常失落 南孙就赶紧给个脸颊稳稳固均心 很显然轻轻很有效果 第二天晚上 南孙约闺蜜索索吃饭 分享带男友见家长的奇葩事 索索也分享自己遇到的白马王子 饭后散步的时候 索索意外发现马先生的车 就来到跟前确认这辆宝马七夕是他的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他 却被这个躲在角落的男人 告知正在开会 索索很嗓性地离开 结果 后脚马先生簇拥着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男人直接上了后排 而马先生很自然地坐上了驾驶室 这个男人会是谁呢 马先生到底又是什么身份呢 心女朋友啊 索索正纳闷 眼前陌生的外国女人 怎么会是她的妈妈 正好 索爸上厕所回来 瞬间索索啥啥都明白了 原来外国女人是索爸的新女朋友 两人马上要结婚了 这次专门从国外回来度蜜月 索爸的新女朋友大不了他们两岁 叫阿姨的话嫌老 叫姐姐的话被分又乱了 有些尴尬的索索 还是递出酒杯 祝福父亲找到了真爱 晚宴的时候 刚好聊到索索的男朋友马先生 舅妈好言相劝 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 不一定是真心实意的 让索索一定要擦亮眼睛 索爸得知女儿交了男朋友 便提出要见一下这个马先生 毕竟 婚后的索爸 不再打算回国了 索索与马先生约了时间 马先生买了一堆礼品 接上索索去付索爸的约 车上两人相谈甚欢 马先生更是一语托中索索的内心 马索索感动得一塌糊涂 见了你爸爸呀 我跟他说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从你旧家旧妈家搬出来住 至少可以不用再几人篱下 对吧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没关系 如果说你不愿意跟我一起住 我给你找个小故事 你自己住也是可以的 从我懂事到现在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家 不用再住在别人家里了 你的愿望就开始下来 好 谢谢你啊 任当两人在转个弯就到时 一个电话让马先生瞬间停下了车 简单几句通话后 他告诉索索不能去 马先生随即下车 急忙把礼品给到索索 但奇怪的是 他为什么要给副驾驶的作为副位呢 甚至是落下的口红 索索说就放车里吧 他也是强硬的让索索待着 望着车子离去的背影 索索满脑子都是疑问 好在索巴是个开明的人 被放的鸽子也不在意 但是第二天就去找闺蜜讲男孙 难以欺耻地说出自己的请求 能不能麻烦小姨帮我查一下 你有马先生 男孙很惊讶 闺蜜居然调查自己男友 索索不好 明硕只好说他有问题 男孙一脸担心地答应下来 大概女人的第六感真的很准 就在索索来金言集团找马先生时 看到他男友毕恭毕敬地 给一个人开车门 顿时三观直接崩碎 立马给马先生打电话 却怎么也打不通电话 与此同时 正在跟男友约会的男孙 也收到小姨消息 告诉他只有马师傅 没有马先生 男孙赶紧跑到一旁 给索索打电话 却因为战线一直没打通 另一边 同样没打通男友电话的 索索陷入沉思 回想起马先生之前所作所为 真的不像一个老板该有的样子 就在这时他收到消息 马先生竟然说自己在开会 索索不再相信他的话 直接离开 就在这时 诶 周索索啊 周索索小姐 索索对眼前男人知道自己名字感到疑惑 男人表示自己是金言集团叶总秘书范金刚 随后邀请索索单独聊聊 会议室里 范金刚率先提出自己问题 他跟您说 他是做什么的 他说他是金言集团的员工 叶锦言的左右手 左右手 范金刚被这自称震惊了 笔划几下想想还真是左右手 然后直接告诉索索真相 这个马先生是马师傅 是叶总的司机 他的车和西装都是公司的东西 至于高档餐厅那么优待他 只是胡家胡为利用叶总的 甚至挪用公款给索索购物 知道真相的索索眼泪掉下来 随后范金刚让他回去准备一下 希望他能尽快整理脏物还给公司 交代完这些事情后 范金刚直接告辞离开 徒留索索独自一人伤心 事后他就叫来闺蜜男孙来陪他 索索表示自己生气 不是因为马先生是司机 而是他居然欺骗自己 然后很后悔之前太高调 担心舅妈一家知道会笑话自己 男孙表示住不了就来自己家住 索索很感谢男孙这个时候帮自己一把 等到晚上索索回到家 舅舅一家都来安慰他 索索猜到了什么但还是强撑着 这时表兄直接挑明这件事 舅舅说马师傅下午来过 舅妈也转述马师傅的话 说他就算骗索索也是因为喜欢他 这简直是大型射死现场 于是索索话悲痛为食欲 表兄就在一旁安慰他 这时马师傅却找上门 表兄看索索这么难受 直接走出去 强横地将马师傅赶出门外 索索很感谢他们 但是索索心里始终都认为自己寄人篱下 之后跟着男孙搬到他家住 男孙一家都很喜欢他 索索一到男孙家就很主动地干活 蒋妈看到后很心疼 让他不要忙活这些家务 你既然住过来就要跟自己女儿一样 我不会让你做家务的 女孩子负责打扮飘飘凉凉就行了 索索被这久违的温馨感动着 这也是他一直渴望的家庭 迎接着今年集团叶总秘书范金刚约他出来 告诉他整件事的所有真相 然后提及叶总念吉马师父就情 希望索索能归还他挪用公款买的礼物 用来堵住公司上下的嘴巴 并表示叶总会给对应金额补偿他 索索当即答应下来 并决定第二天早上就去归还 于是这天一大早就来到今年集团 范秘书想拿走这些脏物 但是索索却拿着东西避开 希望亲自交给叶总 你把东西给我就行了 我知道我这人被骗过 我没有那么容易相信别人的 我有心里应用 范秘书感觉人格受到侮辱 看了下时间 还是同意带索索去见叶总 很快两人来到叶总的办公室 见到传说中的老北比叶总 索索不卑不亢表示自己来归还赃物 但是自己也是无辜受害者 本来也可以不用归还的 毕竟这些赃物值不少钱 范秘书听到索索胡咧咧不乐影 表示那些东西里最值钱的也就两万的项链 叶总不愿意跟着小钱计较 会让范秘书转给他八万 索索的虎狼之词让范秘书感觉被冒犯到 叶总表示立刻转账 这话让叶总不乐意了 感觉这个秘书路走窄了 居然有胆子累比自己 叶总 他是马师前提 您是厚德载物 叶锦言直接示意他离开 这员工的自我修养范秘书是学到精髓 与此同时 索索却在楼下没有离开 看着自己三位数的存款交集等着转账 这时一个大叔却注意到青春靓丽的索索 这让他来了点兴趣 就上前跟索索打招呼 询问他是公司哪个部门的 得知女孩不是公司的人后 我销售部经理杨柯 杨经理您好 怎么来找人呢 算是吧 我本来是来找工作 但出了点小差弃 杨柯一听索索找工作就来精神 于是坐下就直接问他想不想赚钱 知道索索喜欢赚钱后 又仔细看了下他样貌 有没有兴趣到我手底的工作 以你这个条件 在这个行业是有优势的 杨柯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发现索索这块扑玉 但是不急着他立马答复 而是给他一张自己名片 让他想清楚后可以来自己手下工作 索索在蒙圈中凭借研制获得一次机遇 就在这时他也收到赚来的八万 一切都开始时来运转 让他回家的脚步都很轻快 但是想到马师傅骗感情的事 就又来到前台再次确认一下 请问你们销售部经理是谁 杨柯 只有刚才跟你说话那位 索索拿到这笔锯口后 想到的第一个人 自然是好闺蜜男孙 索索对男孙是真的好 一条龙服务安排的是明明白白 两人在美容院享受按摩 服务员提出是否需要皮肤部里 男孙怕索索花钱 当然选择不需要 可索索十分豪气 直接就让服务员给他们安排上 也不在乎男孙的反对 随后带男孙吃最好的大餐 住最好的酒店 晚上逛完街还要去嗨歌 给男孙安排得满满当当 这天男孙和父亲吵架 父亲又没忍住对他动了手 一气之下的男孙 搬离了家里的别墅 竟在男友家对门租一间小泡房 知道此事的索索 马不停地赶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家徒似笔 索索怎能忍受闺蜜受证 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们熬咬 先凑合凑合 公主是不可以凑合的 张爱人记住我这句话 我朱索索可以凑合 蒋南孙不可以 公主呢是需要被庇佑的 比如说就这么巧 她正好有我这么个爆发户朋友 我给你搞定 一番置办下 索索这才心满意足 所以有一种感情叫做 朱索索和蒋南孙 那么你还不快爱特你的闺蜜吗 让她知道你和索索也是一样 前一天索索收到杨经理的名片 第二天便约其在咖啡厅面 如果来上班的话 有什么要求提吧 索索觉得他没有做销售的经验 能进今年这样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就是很大的幸运了 所以不敢给杨科提要求 但是杨科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求职者如果无依无求 那还如何来激励他们 所以要求索索必须提个要求 索索思考了一下 他告诉杨科 想在公司附近租个房子 每月至少五千以上的纯收入 杨科点了点头 问索索带身份证了吗 索索表示带了 随即杨科也不磨叽 起身带索索办理租房手续 第二天 杨科带着索索熟悉下公司的同事 老同事们见索索这么漂亮 都抢着要带索索 最后杨科有模有样规划了一下 觉得还是亲自带着索索比较好 杨科很亲力亲为 大大小小的事都带着索索 明明只是个新人 却陪见很多大客户 外加索索平时穿着笔的暴物 很快 公司就有了一些风言风语 这天 几位同事喝着咖啡 正聊着索索的八卦 正好被范秘书撞见 范秘书是知道杨精已招了位新人 但并没有见过 再次确认同事谈论的正是索索后 范秘书再也坐不住了 马师傅被害得丢了饭碗 连老总都被坑了八万 都是前车之鉴呀 范秘书对索索的印象 不可谓不深 在杨科的引荐下 范秘书再次见到了索索 见了人 那个这是 月组 范秘书 果然是你 我是销售部的朱索索 请多多指教 你说得对 是应该让叶总见见他 是我疏忽了 我现在就去跟叶总会道 范秘书风风火火跑回办公室 在老总耳边打起了小报告 但叶锦言却一副无所谓的状态 范秘书有种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他决定把索索单独约出来 索索来到楼下的咖啡馆 范秘书当即开门见山 说杨科是个老司机 不像之前索索接触的马师傅 是个老实的司机 让他远离杨科免得被蜡手摧花 索索笑得花枝交斩 表明两人没有其他关系 他只想卖房子赚钱 见索索没被下注 范秘书又看似好意的 提起杨科还不知道 马师傅丢工作的事 如果哪天到厅图说了 那多尴尬呀 其实就是内涵索索最好离开公司 结果索索的范 瞬间就让范秘书傻眼了 索索拨通了杨科的电话 很轻松的全盘拖出 范秘书不知所索的梦 当即就问道 那杨科他说什么了 这事儿 你做得对 男人犯错就该自己承担 不能让女人承担 可是他让 你根本能让老板承担呢 范秘书 你放心啊 我追女人 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正中经经专 请转告叶总 心里当我说 特别有原则 每人一份 请理智消费 卸佑 桌上堆满的现金 瞬间被同事们瓜分而空 然后杨科又把大几万的金表 直接丢给了销灌 可桌上还剩下一叠现金无人认识 原来锁锁以为自己只是新人 一没有卖房子 二又没有业绩 怎么好意思分钱呢 但是杨科肯定地告诉他 奖金就是锁锁 他只要作为团队的一人 便能分一杯羹 挨上这样的领导 再加上粪土的驱动 谁不得使劲卖命了 晚上 杨科要见几个重要客户 带上锁锁是想让新人掌掌电视 客户提议一起喝一个 锁锁也举起了酒杯 出入职场的他 哪里懂得里面的弯弯道理 刚想一饮而尽 杨科却打掉了他的酒杯 随后 一杯酒下肚的杨科便开始装醉 嚷嚷着要吐了要回家 客户见杨科不行了 便打起锁锁的主 举着酒杯让锁锁接着陪他喝 这明显是要占锁锁的便宜 杨科再也装不下去了 前一秒内的烂醉的杨科又活了过来 一把推开身上的客户后 又和几人拼起了酒 锁锁送走了客户 才发现杨科都是装的 回公司还是回家 公司有点事我就回去吧 你装醉啊 不然呢 你烫牛了吧杨经理 粤语溜演技更溜 你怎么不去电视台拍戏啊 香港人就这样小酒量 再喝五楼也不是什么问题 但我也得养生了 我怕我肝肺了 你以后能不能稍微学点广东话 你干什么都嗨呀嗨呀 占你便宜你也嗨呀嗨呀 行不行 这天索索如往常一样 上班前先买一杯咖啡 刚好杨科排在前面 索索本想让其帮忙带一杯 却被杨科的眼神挡了回去 原来公司的老总叶锦年也在队伍中 大家都很老实不敢造次 杨科果然就买了一瓶水后扬长而去 结果到了叶锦年的时候 索索竟被叫上前去 叶锦年亲自请他喝咖啡 如此友善的行为 很快传到了杨科的耳朵 早早在办公室等着索索自投罗网 我不是叶锦年派到我身边卧底吧 什么 看着我眼睛回到我 是 我在你这里一份工资 在他那里一份风口费 我明天就给自己买个大房子住行吗 你不是 这天晚上 索索借谈客户为由 需要杨科坐镇支持 没想到杨科一进包间 便被八位美女争相包围 原来今天是杨科的生日 一切都是索索准备的惊喜 杨经理 见你就像见到全世界 你以为女孩是在表白吗 不 她只是在给毫无人性的领导庆祝生日 顺便叫上了八位美女 当杨科的脸和一块超大蛋糕亲密接触后 party正式开始了 结果第二天 小蜜就打起了小报道 老总本来无所谓 但是看见索索也在其中 好像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索索被叫到了老总的办公室 叶锦年只走了开会的人员 小蜜这边刚坐下 也被叶锦年赶了出去 只留下她和索索两次 来的途中 索索大概了解可能是昨晚庆生的事情 慌乱的她还没等叶锦年开口 便连忙解释她与杨科就是普通同事 没有别的 昨晚上的行为 仅仅是感激杨科的知遇之恩 置办费用也全是自己的奖金 她不知道叶总找她的目的是什么 叶锦年却是笑了笑 并没有提昨晚的事 反而夸索索工作干得好 杨科干得也好 面对叶锦年的夸奖 索索一下就不会了 简直是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是接下来说的事情 让索索瞬间变了脸色 不久前 叶锦年得到消息 对手公司请来猎头挖强点 杨科就是被挖的对象 现在公司还不能离开杨科 所以 她想请索索当杨科身边的卧点 话虽然说得好听 只需要杨科想要离开的时候 提前给她知会一声 但是索索知道 上船容易下船难 一边是自己的领导 另外一边是顶头老总 一般人肯定选择跟着老总 索索竟然没有丝毫有余 她选择了领导杨科 小蜜虽然被支了出去 但却一直在门外偷听 面对索索的战队 小蜜再也不能忍受 过门而入就开始谴责索索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你是经研集团的人 不是他杨科的人 谢谢我是经研的人 但是经研太大了 太虚无缥缈了 我知道我现在 是杨科部门的员工 你想想看 如果每个人都打小报告的话 能成什么类啊 索索再次表示 是抱歉便离开了 前脚回到工位 后脚杨科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杨科再次询问索索是否出卖了他 只见索索比了个手势 两人便心领神会 杨科大赞 这是干的比生日会还漂亮 随后就要送索索一个大客户 然而索索怎么也不会想到 正是眼前这个站在游艇上的帅小伙 即将改变他的一生 天 索索正在富二代了解豪宅 谢红堵的手机响了 交代完动向后便挂了电话 可没走两步 手机又响了 母亲再次打电话过来 责怪谢红组敢挂他的电话 谢红组了解母亲的脾气 所以直接选择沙发坐了下来 果然 这边电话刚挂断 第三通电话又来了 依旧是母亲的来电 原来谢红组有婚约在身 未婚妻也是为超级富二代 这次母亲是来催促结婚的事情 如果两家联姻 对今后的生意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面对母亲的包装婚姻 谢红组很是不满 在不愉快中结束了通话 母亲三番五次的电话骚扰 但谢红组也没有了看房的心情 随便对索索敷衍了一句 便打算离开 索索只能跟在身后强颜欢笑 望着谢红组消失的背影 才姗姗蹦出再见俩字 失落的索索并没有马上离开 在样板间独自喝起了闷酒 幻想着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豪宅 抱着再试一次的心态 索索发了一条语音给谢红组 邀约再次看房的时间 可消息才刚发出去 谢红组却出现在了门口 嗯 谢先生你怎么来了 是有东西落这儿了吗 你不是看房要看两次吗 这么快啊 喝着昂贵的洋酒 俩人就这样摆烂在豪宅里 其实谢红组就是心情不好 想找人聊天却发现没有朋友 唯独今天的销售给了他特别的感觉 谢红组绵绵不绝地抱怨 是怎样在母亲的压迫中生活 而索索就当个安静的聆听者 随着两人的话语越多 关系也慢慢熟络了起来 就在这时 谢红组的未婚妻来了电话 谢红组让索索帮忙 扮演被母亲拆散的情侣 索索为了满足客户也不含 接过电话就按下了通话键 哈喽赵满林 我老公不想跟你说话 我是谁 我是谁你猜不到啊 你当年真是把我给害惨了 你知道吗 对啊 我跟我老公在看房子呢 就着那个金言集团的东立楼盘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对对对 我跟你说这房子特别好 真的你要不要来一套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当邻居了呀 对我是从澳洲回来的 对 你干嘛能打电话呢 行那我不跟你说了啊 你有什么事跟他妈说吧行吗 拜拜 谢红组按下了挂断键后 可能是出于对索索的感激 决定买下这套房子 并约好明天11点签合同 一时间索索都被惊赏了 毕竟这可是上千万的豪宅呀 如此容易就成交了 索索还是忍不住问对方 是不是喝多了 谢红组只是笑笑并没有回答 第二天 刚好是东离开盘的日子 老总为了鼓舞士气 带着朋友过来看房子 可没想到 朋友刚好看上了谢红组选择的那套 急得索索赶紧给杨柯打眼色 对面坐着的是老总的朋友 杨柯当然不敢造次 朋友很轻松表示下午签合 随即便打算离开 老总送朋友离开后 返回又询问大家的情况 问到索索谢红组的情况时 索索只能泄气回答 现在就是想买也买不了 房子被他朋友买走了 谁都能看出索索的不高兴 一套房子可是十几万的提倡 毕竟谢红组还没有来 杨柯也只能以不一定买来安慰索索 但一旁的小蜜可不惯着索索 当即就表示 谢红组想要买那么大的房 肯定只能听他妈妈 不是凭着索索年轻漂亮 陪着喝喝酒聊聊人生 就能决定的事情 可谁知 小蜜话还没有说完 一辆黑色的跑车停在了寿楼部门口 下来的人不正是谢红组吗 最好的VC给多少钱 哪里可以买得到 最好的 别疯点了吧 就是能买到的最好 特别好的那种 一万 一万 一万多 那你再借我一万块行不行 晚上 索索提着借钱买的洋酒 急匆匆来到谢红组经常来的会所 可是他并不知道谢红组在不在这里 只能挨着包厢寻找 好在 卖餐打动服务员后 服务员临索索来到了包厢 推开门 索索落落大方 坐在了谢红组身旁 直到谢红组发现了他 才赶紧拿出准备好的好酒 为今天没留住房子的事赔礼道歉 但是 谢红组却并不打算买账 真 小周我跟你说 我这一辈子 来过 服下 二十套房子 我见过的销售 估计 比你见过的客户 所以真的 对我 又来这套 见谢红组不上套 索索索性坎成香袋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这酒是我跟老板借钱买的 我把它来之前想好了 撒个娇 卖个萌 开了这瓶酒 把你灌倒 签下这一袋 但是后来我看见你之后 我觉得 我还是应该要跟你道个歉 因为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做错了 就算我们这次合作不成 我也不希望让你觉得 我住所索 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该说的都说了 索索留下了洋酒 顺手抄起桌上的啤酒 一饮而尽 随后索索鞠了一躬 猴也不回地走出了包厢 索索的举动让在长几人刮目相看 纷纷向谢红组打探亲女孩的来路 而谢红组虽然嘴上对大家说就是个卖房子的 但是索索显然给他留下了不一样的感觉 从包厢出来后 索索走得非常慢 内心一直在祈祷谢红组能够追出来 就连身后的服务员 都让他误以为是谢红组出来了 但结果却不是 太太白高兴一场 尽管这样 索索依旧不死心地一步三回头 直到到了楼下 才会溜溜地选择打车回家 在路上 索索打电话向杨经理抱怨 这次可谓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生意人就是铁石心肠 可下一秒 正在通话的索索竟收到了谢红组的来电 杨经理 谢红组给我打电话了 我不跟你说了 果然人性都是肉掌 打脸来的就是如此迅速 得到谢红组的传唤 虽然还有一分钟到家了 可又怎能阻挡千单人的心呢 当即让师傅原地360度掉头 而另一边 车里的叶锦年思考了很久 老板搅黄了员工的客户 让他的良心有些过意不去 考虑要不要介绍几位老总 来弥补一下索索 哪曾想 谢红组的一通电话 竟让索索结识了两位买房的朋友 在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配合下 当即拍板拿下两套最贵的房子 如此梦幻般卖出两套房子 激动的索索 差点没把谢红组类断起 谢谢你 你们笑什么 我 我还得跟你说啊 这套房子不能再弄出去啊 再弄出去丢人 丢的是咱俩的 放心绝对不会给我保证 有事 你道歉我先上 开着 对不起 酒吧 我来我 没事没事 谢谢谢谢 到了第二天 谢红组的朋友如约来签合同 而索索一口气 卖出两套豪宅的壮举 也一下传遍了整个公司 这个美艳女人不简单 因为拼命工作犯病在医院打点滴 却听到隔壁上海腔调的大爷想买房 立马原地上班推销自己 叔叔 您如果需要买房子的话 可以来找我啊 女人叫索索是个房地产销售 冰早上卖出两套豪宅让他尝到甜头 于是积极地向大爷说在上海买房好 既能居住又能保质还靠谱 然后表示自己是金言集团的销售 之后把名片分发给大爷大妈 衣服掌握财富密码的样子 一位大妈看过后立马询问 周小姐 你们的楼盘在哪里了 地段好不好 当然好了 来楼鬼心 内环 周围的老人们一听内环更加热情了 索索赶紧在报纸上找到东黎的新闻 告诉他们这个就是金言的新楼盘 兴奋地告诉大爷大妈买房就来找他 为尽力帮他们争取优惠 就在索索卖力拓展客户的时候 富二代谢洪祖来到医院找他 发现索索住院还在向大爷卖房 就默默来到他背后 就在索索回头想跟大妈唠嗑时 发现谢洪祖在旁边 十分惊讶他怎么来了 阿祖表示他妈的朋友要来东黎看房 他就去金言找他 却得知索索未并来医院 于是就找来看看 索索一听阿祖母亲的朋友要买房 整个人直接撕巴打 直接示意护士赶紧给自己把管 却被谢洪祖拦住他这魔争的行为 让他不要着急 但索索表示姐完全顶得住 及客户所需是他的职责所在 我现在就可以带他看房子去的 明天才到 明天啊 谢洪祖让索索老师打点滴 稍后再带他去吃点东西 索索被富二代迷之操作整猛了 谁知看半天戏的大爷忍不住了 这个小伙子是你男朋友啊 附近吃瓜群众一脸一母笑 索索无奈表示这是自己的客户 这让群众吃瓜吃得更来劲 与此同时 公司流传索索索耍手段买房的事 于是夜景言来销售部试察 看到杨科后就向他询问这事 得到杨科确认的消息后 之后又聊些别的事情 就在这时前台电话响起 范密直接去接电话 杨科会报完后赶紧来一旁 想听听什么消息 担心自己跳槽的是被发现 谁知范密却是黑人问号 居然有人在医院边打点滴 便预约来东西看房子 一番询问后 才知道是索索边打点滴边推销房子 这让杨科和范密真是火酒店 之后范密来到夜景言身边 向夜景言汇报这件事情 只夸索索工作起来比自己还拼命 随后又说起杨科 认为他不能这么对待下属 刻薄的简直堪比周八皮 就在这时范密手机响起 夜景言赶紧示意他接电话 范密一脸严肃的接通电话 原来是私家侦探汇报 对杨科跳槽的调查 范密挂断电话后 意味深长地看了杨科一眼 之后赶紧来到夜景言身边 告诉他杨科的事情定了 确定要走 夜景言没想到手下大将居然想走 这让他一时之间有些难办 思索再三还是下达命 那天 男孙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陌生男子产名 蒋夫欠了钱余期不还 今天专门是来要账的 本金加上利息近高达两百多万 接过借条的老太太当即表示 蒋夫已经消失了好几天 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 当前还是等蒋夫回来商量解决 可陌生男子们不以为意 如果没有半点收获 怎么可能离开呢 知道这群人是不见兔子不撒婴的 蒋母也只好带他们先去银行 能还一部分是一部分 望着收账人离去的身影 蒋夫竟鬼鬼祟祟从门里钻了出来 他炒股失败后 竟一直躲在隔壁观察形势 回到家后 剑纸再也包不住火 蒋夫随即把炒股借钱的事全盘拖出 可谁都没想到蒋夫竟然欠了一千万 为了躲避陆陆续续要债的人 蒋夫提议让一家人 先搬去男孙男朋友那里 暂时先还几天 等事情解决了再回来 然而在回去的路上 男友的做法竟让男孙失望透顶 我觉得让你家里人去我们那住 不是个好办法 你是住一下 你们要去要地方可以住 有什么意思 你听我说 我认为不是个好办法 不是为了我自己 第一 我们住的地方确实不大 住不下这么多人 第二 如果让对方知道我在校的身份 恐怕会去学校闹 影响不好 第三 我觉得 应该先整个就变住 这样 不会把我们住的地址暴露给对方 看似每一条都是为了男孙考虑 但是又有哪一条不是把男友摘得一干二净了 男孙也算彻底看清了男友的伪善 当即表示自己会找到住处 不会让他受牵连惹祸上身 随后愤怒的男孙甩手离去 之后男孙就给正准备租房的索索打电话 索索得知男孙一家无家可归 以及张安人抛弃蒋家人的行为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让中介赶紧给自己介绍156平的房子 因为他要男孙一家来住 匆匆看几眼后 就他了 人家说一会儿来找我签合同 我现在跟你签 这边请 谢谢啊 索索迷惑行为让杨科无语 事后杨科提醒索索不应该暴露一项 害得自己杀价都没办法弄到更多优惠 索索直言听到张安人不让男孙一家住进来 整个人都炸了 杨科还是让他以后多控制情绪 不然会很容易吃亏 事后 索索将新家布置得很温馨 然后接男孙一家住进来 之后单独向男孙了解实际情况 问他赎回房子还要还多少钱 一千多万 赶得更多 这么多钱 男孙哽咽又绝望地回答 让索索心里很不适滋味 希望能赶紧多卖出几套豪宅 帮他渡过一下难关 谁知道第二天 就被叶锦言叫到办公室 告诉索索他的工作发生变动 要从销售部调出在公司轮岛半年 索索却拒绝这个提携 表示想在销售部赚一千多万 叶锦言告诉索索 杨科生职为公司副佐 他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随后答应索索 半年后会让他回到销售部赚钱 索索这才答应下来 事后索索赶紧找到杨科 希望趁最后几天多赚点钱 当男孙家还点债 你就是在卖十套房子 对于蒋男孙家来说 也就是杯水车薪 我一杯算一杯 朱索索 你是不是疯了你 啊 你居然自己给叶总的朋友打电话 你还让人家换房子 这个被训斥的女销售胆子太大 为了实现赚千万的梦想 居然撬公司老总客户的墙角 范密将他狠狠训斥后 就让他来见叶锦岩 叶锦岩对索索这个麻烦金很头疼 认为她的事总是没完没了 索索委屈表示 想在跟范密学习之前 多挣一笔钱帮规秘还债 这钱就这么赚吗 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吗 叶锦岩对索索这种 伤害客户的行为很恼火 但是索索天真认为 这个客户财大气粗 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 叶锦岩告诉他商人要有诚信 说给什么就给什么 索索知道自己闯了大火 但为时已晚 叶锦岩以索索工作严重失误为由 决定开除处理 叶总 我求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不可以没有这份工作的 叶锦岩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女孩 但是自己犯下的错误 终归要自己买单 事后杨科将索索带到办公室 先是训斥他不该违规操作 索索表示只想多帮男孙还点钱 杨科让索索先不要着急 他会找叶锦岩说说请 索索感谢入职以来杨科的帮助 晚上索索和男孙大吃一顿 用来发泄两人共患难的苦闷 就在这时 范密打电话过来 索索还在为自己被解雇的事情不开心 但想到有可能是杨科求情的结果 还是选择接通电话 却故意阴阳怪气的说话 谁知传来叶锦岩的声音 吓得赶紧覆尔听着他说话 叶锦岩让索索赶紧去蒋南孙老宅 同时别告诉南孙这件事 挂断电话后索索火急火燎的出发 很快索索来到蒋家老宅 跟叶锦岩范密会合 索索很好奇他们为什么要看房子 叶锦岩说是南孙小姨告诉他蒋家的情况 于是决定先来看看这房子 看看这老宅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索索知道后喜出望外 立马带他们进去看房子 用从杨科那里学到的话术 疯狂在自己老板身上推销 范密让索索消停点 都是自己人不要扯其他的 索索也不尴尬 反问叶锦岩谁买房子 我而且是全款 叶锦岩希望这钱可以还蒋家的银行贷款 剩下的能改善蒋家的生活 索索被这个老北敌的行为感动到哭 就在下楼的时候 叶锦岩突然问索索这么拼命买房子 只是为了帮助蒋男孙吗 索索坦言自己没有家 是男孙家把他当家人疼爱 叶锦岩没想到索索还有这个经历 而且还这么仗义 来到屋外 叶锦岩考虑再三做出个决定 朱索索 12C的房子让给你了 那您朋友怎么办 你真是为了这点钱操碎了心 随后范密让索索下周一回公司上班 索索很感谢这两位可爱的老北敌帮忙 目送他们离开后 他赶紧打电话联系谢洪祖 喂 谢先生您好 我朱索索 动力12C 您指定的那套房子我给您要回来了 得知富二代谢洪祖在台球市后 就来到他身边死死盯着这行走的一天 阿祖感叹他是真的能的 索索却害怕他会不要这套豪宅 明天等寿楼出一开门 我就去签合 索索看AKM这么财大气粗 就想将蒋家老宅也卖给他 阿祖直接愣着 谁知叶锦炎打电话给索索 不许他将蒋家老宅卖给谢洪祖 不许哄抬物价 否则收回所有赠予的东西 这让索索一脸懵圈 不明白叶锦炎怎么知道的 之后索索带阿祖来考虑店吃夜宵 他担心和ATM分开后 第二天他会不来签约 只好陪在身边等到天亮直接去签约 你公司晚上不能签合同吗 现在吗 索索赶紧打电话给财务 得到对方可以的消息后 索索赶紧带阿祖来签单 财务将刷卡机递给富二代 阿祖输入密码的声音 让索索开心的笑出于尾文 就这样 索索成功将豪宅给销售出去 可是等出了寿楼处准备回去的时候 阿祖却突然心情低落 这让索索不由的心中一紧 来到阿祖身边问他是不是后悔了 阿祖表示自己可能太无聊了 跟索索不喝酒不开房 居然还带了一个晚上 这让索索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谁知阿祖却突然表白 这让索索直接当机 阿祖表示这几天跟他在一起很特别 跟以前认识的女孩很不一样 看到索索开心他就开心 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那你去答应我 我可以不答应吗 可以 阿祖被拒绝有些挂不住 干脆先送索索回家演示下尴尬 但第二天就开始送花 然而却送到范密的办公桌上 范密赶紧让人叫前台来问下情况 然后直接自我攻略 肯定有人欣赏我盛世美颜和才华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真是 你弄成这样 哦呦 这个花好贵的 这时前台赶了过来 范密赶紧询问花是谁送的 前台告知是送给索索的 范密直接嫌弃地丢掉手中的花 质问他们怎么会放在他这里 就在这时 索索收到消息也赶了过来 边道歉边赶紧收拾花 就当准备拿走范密喜欢的花时 却被范密一把阻止 你看你拿着这么费劲 那这个 你喜欢啊 蒋同飞还在跟蒋奶奶商量债务的事 因为她爱炒股败掉家底 最后只能卖掉老宅底债 蒋奶奶想知道还掉所有债务还剩多少 她希望用剩下的钱付个首付买个新房 但是蒋同飞计算后 无奈告诉老母亲只剩几十万 根本不够付个首付的 家里的结局让蒋奶奶很难过 蒋奶奶不希望儿子出去吃苦 但是蒋同飞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 这些苦她必须也应该吃 可是老母亲只希望她放弃炒股 蒋同飞在母亲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蒋奶奶一如既往宠爱地看着她 两久之后 蒋同飞告诉老母亲 她以后会边打工边陪家人 弥补曾经对妻子和女儿的亏欠 蒋奶奶十分欣慰地认同这个想法 随后蒋同飞抱住母亲 很感动她自始至终没有责怪自己 然而就准备洗完澡后陪母亲晒太阳 谁知这一转身 就是阴阳两格 可是等了好久 蒋奶奶仍不见儿子出来很疑惑 就在这时 她知道肯定是儿子出事了 赶紧跑向卫生间担心地朝里看去 却只见打开的窗户不见人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她丧失说话的能力 嗓子沙哑却再也喊不出儿子这两个字 她多希望飘扬的窗帘能停下 多希望听到儿子紧张说声干什么 但一切都没有了 绝望蔓延让她浑身无力 蜷缩着身体不愿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 很快索索就得到消息 立马向范密连请三天假 表示蒋奶奶如今已经住院 蒋妈从未工作过 蒋南孙还是个在读书的大小姐 她希望赶紧回去帮这家人度过这关 范密立马同意让索索赶紧回家 等回到家后 却看到一众债主上门讨债 这种落井下石让索索很厌恶 但是南孙却让她去照顾奶奶 而她则假装冷静继续处理债务问题 但讨债的却以南孙年轻为由 希望跟她母亲商量这个问题 南孙表示现在家里她说了算 要么继续谈 要么直接走 就在讨债人还想说什么时 小姨戴范刚好赶回来 看到南孙被几个大汉为难很心疼 于是女王戴范上线 什么情况 跟我谈 所以 突然的依靠让南孙卸下伪装 戴范让她先去休息 接下来的都交给她来处理 于是脱下外套 霸气坐在椅子上 看着对方提供着借条 债务纠纷的问题是吧 那算我专业内的问题 你们放心 该还的 一分也不会少 不该还的 一礼也别想多难 谁先来 另一边 索索陪在失了神的南孙身边 看着她这个模样心中十分心疼 索索轻声安慰着南孙 然而突然失去又爱又恨的父亲 让南孙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情绪 于是拉起被子 把自己整个人盖住 仿佛回到小时候父亲的怀抱 在她怀里肆意哭泣 哭声凄惨又让人心疼 男孙知道 她再也没有爸爸了 这个美业女人走路带风 因为她刚刚升职为总裁秘书 于是来到老部门 向同事们凡尔赛起来 索索抱怨当总裁秘书太苦了 干的只是端茶倒水的闲活 同事立马向索索指招 你直接进攻大老板呢 你都到老板身边了 你就赶紧上位吧 拉起而已 索索貌似心动了 但是范密防贼式的守护着叶景妍 同事表示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就在索索准备找杨柯时 却被范密叫住 也不听索索说什么 直接示意她跟自己去办公室 索索生无可恋的跟着离开 范密一脸开心来到办公室 想给索索一个惊喜 没想到索索给她一个惊吓 朱 朱索索 朱索索 索索半路逃跑把范密吸得不轻 与此同时 索索来到老领导杨柯这边问好 人情事故这块被她拿捏得死死的 索索向她吐槽自己在范密那里 就是个打杂的 杨柯顿时不满起来 索索很满意她的反应 你在忍一个月 如果还是这些端茶倒水的活 我去抢人 那我特意范密领导的魔掌就靠你了 好说 就在大小狐狸相视一笑的时候 范密刚好赶了过来 被现领导当场抓包 索索只能尴尬陪相 范密示意她跟自己走 索索只好在杨柯我都懂的暗示下离开 来到办公室 范密高兴地向索索分享着自己准备的礼物 告诉索索终于可以正式参与工作了 而这个小书桌就是她的办公桌 索索一脸茫然 对比一下范密和自己的办公桌 顿时不乐意了 你不要小瞧这个桌子 你也不要小瞧这扇门 你从门外进了门里 对你的人生来说 那是一大步 索索觉得范密说的有道理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这时范密又开始忽悠起索索 她打开夜景言办公室的门 告诉索索在这里老板能看到你的表现 然后又指着小书桌 认为这是个黄金工作位 在这穴道的东西 能在上海买套100平的房子 索索貌似被忽悠全了 于是范密就让索索自己去准备椅子 而她则带着忽悠成功的自豪感开始工作 之后范密悠闲地教索索注意事项 索索人麻了 于是打断范密的话说出疑惑 这个注意事项一共有多少条 89条 还有21条 索索顿时不想说话 这时范密看下手表 立马让索索给夜景言买午饭 索索小情绪来了 表示自己一整天都在买正买呢 简直是大抬小用 范密立马让索索放心 表示今天会给她安排新工作 那就是怎么布置会议室 索索一副我谢谢您来的表情 就在这时夜景言出来 索索明天中午你跟我出去吃个饭 好知道了 我私事没你的事 范密一副被抛弃的样子 索索却兴奋起来 老北比终于约自己吃饭了 然后拿着夜景言的菜单 一脸小窃喜地离开 而范密则始终不明白 不敬米色的黑脸老板 怎么突然约女秘书吃饭 原来是男孙小一带签约的饭局 为了感谢索索在蒋家出事的帮助 希望夜景言能多代代她 夜景言表示已经让范密带着她 到集团各部门去实习一下 饭金刚行不行啊 当然行 你得有一个过程 谁知夜景言前脚刚发范密 后脚范密就因工作被抢而吃醋 决定整整索索让她知道真宠的后果 一会有事吗 你安排我有事我就有事 待会叶总要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你跟着去呗 索索当即飞轮感谢范密提供的机会 然后化起美艳的妆 涂抹上鲜艳的口红 穿着高跟鞋 迈着六亲不认高贵冷艳的步伐 来到一片荒凉的工地 这让索索整个人都猛了 还被夜景言提醒以后来工地不要穿成这样 之后就是索索磨难的开始 看着一节节楼梯 她只能侧着身子踩着高跟鞋爬 心中将范密吐槽千万遍 另一边 正在视察的夜景言突然接到电话 挂断电话后立马告诉范密 表示自己有急事要先走 让范密把索索送回家 看着夜景言离开 范密又想到折磨人的办法 与此同时 索索还在苦壁爬楼梯 但一直看不到夜景言他们 直接呼唤起来 范密说 范密一听顿时乐 不顾索索拼命的呼唤 一脸惬意的敲咪咪离离开 索索一路找到楼顶仍没发现他们 就打电话给范密 询问他们人到底在哪里 范密还要整整索索 就表示夜景言有急事处理 他需要陪着一同前往 让索索自己想办法回去 索索知道自己被范密耍了 只能无能狂怒 自暴自弃脱掉高跟鞋 光脚走在没有一粒沙粒的楼梯上 整个人都充斥着累了毁灭吧的颓废 之后落魄地走在马路上 却没发现一辆出租车 等索索回到家已经是深夜 关心地问蒋奶奶有没有吃他病的外卖 蒋奶奶告知他范密早就送来晚餐 索索这才放心下来 吐槽夜景言看着跟魔鬼似的 没想到考虑这么周到 随后问奶奶还有剩下的饭菜没有 我吃完了 就送来一人份 一人份 索索只好躲在厨房送念 然后打电话给范金刚 吐槽他的买个晚餐 怎么就买一人份的 良心不会痛的吗 范密表示自己这是贯彻夜景言的命令 说是一人份那就是一人份 索索没心情跟这个坑货抬杠 只能吃着外卖安慰自己 第二天早上 索索跟蒋奶奶打完招呼后 就准备做早饭给他吃 然后拿几个鸡蛋准备煎蛋 谁知火急火燎的不小心淡碎了 将奶奶一脸关心的过来看情况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奶奶就过去开门 居然来了位家政 索索 来人呢 你好 范先生让我来的 每天两个小时 做饭和打扫卫生 范金刚 范密早 早 给你带的好吃的 八宝饭 不要不要不要 索索万万没想到范蜜 还没吃就拒绝自己的好意 于是打开便当的盖子 飘散的香味让范蜜嘴馋起来 但如果是有鸡肋的食品 那他会考虑吃一下 索索不惯着范蜜 直接合上盖子 告诉他这只是普通的红豆糯米做的 是范奶奶为了感谢他和叶锦言的照顾专门做的 范蜜一番纠结后 还是忍痛放弃这份美食 索索只好拿着八宝饭 在范蜜恋恋不舍的目光中 把它放在一边 所以说 吃货何必为难自己呢 范蜜表示对范奶奶的好意心灵了 那 我给叶锁送去呢 还是您亲自带我给他送去 范蜜告诉索索这样 才显得隆重一点 然后掏出一张表单 让他带着订单去帮叶锦言取西装 然后送到他家里去 很快索索就取到西装 再去叶锦言家的路上 索索想看看这西服的材质款型 一番欣赏后 这是刺激询问他具体停车地址 索索一时不知道地址 随手把西服放在油腻腻的八宝饭上 掏出手机给范蜜打电话 殊不知自己将犯下大错 很快索索来到叶锦言家 告诉叶锦言自己送西服后 却发现西服跟八宝饭油染 立马慌得不行 仔细一看发现西服已经被染上油渍 顿时心中一紧 感觉自己要玩完了 看着打开的大门 硬着头皮进去 一脸忐忑地来到叶锦言家里 这时叶锦言过来就要拿过衣服 索索当即表示自己来放置 这让叶锦言一愣 为了转移注意力 索索拿出八宝饭给叶锦言 告诉他只是奶奶专门做给他的 叶锦言很爽快地收下礼物 直接拿去加热一下准备吃 索索趁机把西服放在客厅 本想一走了之 但心中又故意不去 于是又回到房间 向叶锦言坦白自己的错误 我把您西装弄脏了 没事 索索害怕老板秋后算账赶紧解释 但叶锦言却不怪索索的貌势 反而邀请他一起吃八宝饭 索索被老北比的温柔惊呆了 于是在懵圈中陪叶锦言吃饭 事后来到杨科办公室 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 杨科夸索索命好 犯这么大错还能活着蒜头一遭 要是范密犯这错误 估计得在门口自吻了 随后又告诉索索范密的八卦 表示自己曾经看到范密躲在角落里 疯狂地吃着汉堡炸鸡可乐 那凶残的模样吓死个人 这让索索笑得露出后槽牙 闲聊中 杨科谈及自己被叶锦言提拔为副总 总让他觉得哪里有些问题 这让索索一惊 就在杨科要说出自己的推测时 范密突然出现 索索尴尬地来到范密身边 范密看见杨科吃着自己不要的八宝饭 一阵冷嘲热讽 杨科也不示弱反对回去 索索赶紧拉走范密 怕他们吵起来 回办公室路上 范密责怪索索办事毛躁 居然把叶锦言的衣服弄脏 索索赶紧撒娇道歉 之后范密尹会叮嘱索索 我跟你说 以后你离杨科的远一点 他的好日子没几天 这个妖绕女人正要去上班 却一脸震惊地停下脚步 因为一名富二代正在对他气球告白 这老掉牙的行为让索索很是无语 富二代一脸得意地要说话 索索强行打断 上班时间你干嘛呀 惊喜 这个惊喜对索索来说就是惊吓 直接问谢洪祖找他干什么 阿祖憋半天表示下班后再说 索索果断离开这个射死现场 我跟赵玛琳解除婚约了 我跟我妈说了 我要娶你 索索没想到阿祖还有婚约 阿祖表示这些不重要 他为了能娶索索已经跟自己母亲摊牌 并且和未婚妻赵玛琳解除婚约 你说我一边说着爱你 一边有个未婚妻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必必不适 索索被阿祖坦诚的样子感动到 看着阿祖还想说肉麻的话 羞涩地离开现场 看着索索离开的背影 阿祖表示下班来接他 没多久 阿祖一脸情窦出开地看着副驾坐的索索 但索索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阿祖知道索索和蒋奶奶不能出去吃饭 就让好友小贺打包食物带回家吃 然后为自己的小机智点个赞 没想到他的打包居然是连餐盘一起打包回来 这让蒋奶奶真是活久见 谢洪祖认为用一次性餐和包装不健康 索性连盘子盖锅一起端过来 不得不说走长辈路线很成功 阿祖很成功在蒋奶奶心里留下好印象 就在索索准备来吃饭时 阿祖向奶奶表态 自己是真的喜欢索索 索索比自己的钱你有们好太多了 这是索索插嘴 劝谢洪祖早点放弃 她的母亲不会同意的 索索顿时崩溃的不想说话 这是奶奶来劝索索 认为阿祖人挺不错的 奶奶的快速倒戈让索索直接无语 却让阿祖直接迎马了 索索无奈地坐在阿祖身边吃饭 就在阿祖值得一满时 她的母亲谢家英却约叶锦言和饭蜜吃饭 血一上线就没有拆不了的C品 表示自己儿子谢洪祖只是买个房子 就跟叶锦言手下的朱索索纠缠不清 还妄想娶这个女人 所以想请叶锦言将索索调到外地工作 这样的话就能拆散他们 叶锦言没有表态 认为工作调离是他们集团的事情 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而且感情是个人私事 谢家英见面子不管用赶紧换的策略 要是叶锦言愿意调离索索 他愿意让利一部分给金言集团 以后金言集团经装修房子的空调 会在低于市价的情况下 再打九七折扣 谢总真会做生 等到第二天索索上班的时候 看到谢洪祖又送花示爱 只能无奈将他扔到一边 范密则是告诉索索昨晚发生的事情 这让索索十分吃惊 就在这时叶锦言经过 只是简单的跟两人打个招呼 就进办公室 什么也没说就关上了门 这让两人都茫然了 索索思前想后 还是做出了决定 我说了 别找人客气 我找叶总 长城不如早 随后视死如归的来见叶锦言 开口就是询问他关于调离外地的事 表示自己可以离开 但蒋奶奶现在孤家寡人需要照料 希望等闺蜜男孙回来后离开 随后认为自己被富二代追 但这不是他的错 怎么可以牺牲他换取公司利益 叶锦言却对索索的言论感到好笑 高冷认为他并不重要 随后好奇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毕竟自己和人事部都没通知他 索索不想出卖犯例 表示是自己打听到消息后 就心急火燎的没忍住来询问 随后忐忑问叶锦言自己会不会被调离 只要你在公司待一分钟 就要为公司做一分钟的工作 明白 明白 得知自己不会离开后 索索回到公位积极工作起来 就在这时 谢家英来到金言集团找叶锦言 没想到看到门口的索索 一番高傲的审视后 对着范密林夸案缝起索索 随后就去见叶锦言商谈索索的事 索索一脸担心偷看大佬会谈 害怕他们交易达成自己被开除 叶锦言一脸客气的送谢家英离开 就在范密开导索索时 叶锦言脸色严肃的回来 看了一眼范密 跟我来一下 就在索索等待命运的审判时 范密焦急的让他去见叶锦言 并让他感谢老板 我不用被调走了吗 不换你了 换谢家英 让我重新招标空调供应商 索索激动的去见这可爱的老baby 却吓得叶锦言一机灵 索索离花带雨的表示 会为了公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完一脸宠爱的给索索纸巾 让他擦擦没出息的眼泪 随后让他出去 索索刚出来就一把抱住翻面 感谢这两个可爱的老男人 对自己的呵护 女人犀利的言语吓到警察叔叔 而让他这么不顾形象当众骂街 只因此人上门讨债太过无耻 一进门就翻箱倒柜 吓得家中老人直接住院 于是索索直接抄气板凳 就教育这个无耻之人 警察制止两人的争吵 让索索先处理讲奶奶住院的事 然后让他们都去警局说明情况 但是索索急了 表示自己需要照顾奶奶没空去 310卡片人的家属 来了来了 索索赶紧去办理住院缴费 警察也是无奈 就让讨债人说明情况 没想到一上来就说自己是正当讨债 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索索听到这人无耻的话顿时炸了 又开始争论起来 要不是警察在旁边 恨不得一顿国粹输出 与此同时 负债千万的男孙却在国外谈恋爱 丝毫不知道索索帮他挡住债主的事 还有空吃着男友的爱心牛排 就在这时 男孙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奶奶让警察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家中发生的事情 于是告诉男友王永正自己要回上海 随后将家中的事情告诉他 王永正很理解男孙的想法 就亲自开车送他去机场 很快男孙就来到上海 索索也来到机场接男孙 两人一边说着最近的情况 一边往医院赶去看奶奶 没想到来到医院却见奶奶床位空着 护士表示他去拿检查报告了 索索赶紧亲自去接奶奶回来 就在男孙看着奶奶床头卡信息时 一旁的病人叫住男孙 告诉他老人家偷偷跑回家了 还是老人家亲口说的 于是两人立即赶回家找奶奶 奶奶 你回来了 男孙责怪奶奶偷偷跑回来 但奶奶想守在家里 看着这个不完整的家 男孙让奶奶放心 自己会处理好父亲欠下的钱 随后让奶奶去医院 却被婉言拒绝 哪怕索索在一旁帮衬着说话 奶奶还是很担心不想去 随后男孙在客厅向索索询问情况 认为只要解决债主上门的问题 就能让奶奶安心去医院养病 索索向让男孙先见律师寻求帮助 但男孙却决定先见见这些债主 见哪个 一起见 他们会拆了你的 不知 男孙拒绝索索的陪同 在他目瞪口呆中 向那些凶神恶煞的债主们打电话 一个个约出来见面 索索呆愣着看着闺蜜 看着他面对残酷现实心中很心疼 之后 男孙独自面对一众债主 表示自己会尽量将欠的本金归还 但是继续力滚力的话 他就没办法归还欠款 同时希望众人告诉奶奶事情解决 让老人家放心住院治疗 虽然众人不满意男孙的提议 但当男孙提出走法律途径时 他们都怂了 于是纷纷签下同意书只要本金 很快男孙带着债主代表来看奶奶 先告诉奶奶事情已经解决了 随后债主就向奶奶道歉 并保证以后不会骚扰众人 奶奶这才放心下来 随后来到医院看病 而在病房外 男孙希望索索不要告诉他妈 因为他为这个家苦了半辈子 不想让妈妈再苦下半辈子 索索心疼地抱着这个坚强的公主 这时男孙男友王永正打电话过来 男孙却瞒着他说自己一切安好 索索越发心疼这个闺蜜 于是偷偷拍下这个突然长大的孩子 将这张照片发到朋友圈 在昨天公司会议上 有员工上报金言集团的槟城项目 遭到竞争对手的恶意抬价 甚至对方老板要求叶锦言当面商谈 叶锦言为了锻炼索索 决定让范密带着他一起出去见见世面 同时暗中调查这幕后老板的身份 范密为了保护索索决定自己去 但是叶锦言认为索索不会是累赘 范密这才同意下来 于是两人很快抵达槟城 范密提醒索索他这次的任务就是多看少说 然后告诉他这次谈判的难点 之后两人坐着甲方的车来到谈判地点 但因为这个地方过于偏僻 让两人都有些疑惑 这时范密看到有人搬着轮椅上楼更疑惑了 随行的人告诉他对方老板 腿脚不方便得坐轮椅 范密立刻隐晦地向对方拿一几个关键信息 顿时感觉这是场红门宴 就在上楼梯的时候 索索万万没想到本该和范密一起见客户 却被他用莫须有的理由支开自己 他虽然还在茫然中 但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内讧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而范密却视死如归的富红门宴 就在索索疑惑地离开时 突然收到范密的短信 让他赶紧回酒店打电话给叶锦岩 但索索并没有回酒店 而是找个角落赶紧打电话过去 等到叶锦岩接通后 索索噼里啪啦一顿描述范密的反常和要求 叶锦岩却告诫他 诸索索 然后又告诉索索他们跟对手公司有点过节 让他跟对方保持距离 与此同时 范密见到这个幕后老板 范密也不啰嗦当即落座准备谈判 谁知王菲宇却谈起了索索 误以为她是叶锦岩的小女朋友 范密解释只是助理 但王菲宇并不相信执意要见一面 范密赶紧转移话题提议先谈正事 王菲宇不想啰嗦 执意要见叶锦岩 范密不想跟他纠缠就要离开 却被王菲宇保镖拦下来 随后被带到餐厅 没想到索索也在 范密咬牙切齿地询问缘由 索索表示担心他 打听到他们的位置后就赶过来了 没想到这正中王菲宇下怀 随后强制让两人入席准备喝酒 期间主动说起自己跟叶锦岩的恩怨 这让索索大吃一惊 原来王菲宇曾经是叶锦岩同事 可是有一次叶锦岩趁着他和哥哥 在国外弄房子产权时 私自做主卖了房产 让正在开车的哥哥情绪激动导致车祸 最后哥哥死亡王菲宇腿缺 之后王菲宇不断让手下给范密端酒 吓得范密直呼喝不了 哎呀 那就祝小姐帮忙了 哎呀别别 哪来让女孩替我喝去 范密的舍命保护 让索索再也忍不住 决定亲自帮范密挡酒 范密却拦住索索 拿下酒就干了下去 很快不剩酒一摊坐在椅子上 这时范密手机响起 王菲宇让手下拿过手机 亲自接通叶锦岩的电话 告诉他范密已经喝多 希望他在四小时内出现 索索见范密喝得烂醉如泥 索性以一滴多 主动和王菲宇的保镖划拳喝酒 唯正在赶来的叶锦岩拖延时间 而叶锦岩一路上回忆着 和索索接触的每个瞬间 时间过得很快 叶锦岩终于来到他们所在的餐厅 带着单刀附会的勇气 气势汹汹的来问罪 这个人是个狼面 通过恶意抬价欺骗叶锦岩 然后将前来谈判的范密和索索软禁 只为了逼叶锦岩献申报七年之仇 王菲宇资了口酒夸叶锦岩到现在还嘴硬 随后用索索来威胁他 表示自己要报七年前的仇 叶锦岩的暴怒 让王菲宇很爽 就是想看他这种生气的样子 之后也不啰嗦表示想要他手中的地皮 但必须赔偿被他毁掉的三桩生意 叶锦岩见死对头暴露了需求 很快做出了取舍 告诉王菲宇今年集团虽然很需要这地皮 但为了避免被认为又在整他 索性将这块地让了 然后让他放人 第二天早上 索索早早就醒了过来 但听到叶锦岩敲门后赶紧弄乱头发 直接测躺假装睡觉 想让叶锦岩关心关心自己 当听着他进来的脚步声后 当着叶锦岩的面表中心 叶锦岩担心的凑上前看去 直接看穿这珠烈的演技 索索表示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的 演 接着演 索索这回真演不下去了 尴尬一笑 当叶锦岩询问索索有没有吃亏 索索精神抖索地坐起来夸自己 表示他在范密喝醉后一一条时 全都给他们喝翻了 叶锦岩让索索赶紧起床 随后出去等他换好衣服 索索立即询问范密地皮拿下没有 范密告诉他叶锦岩让了 就在索索还想询问时 范密不想多说直接离开 留下索索一个人臭眉起来 自恋地认为拿下高龙总裁指日可待 在回家的路上 索索的目光不自觉地锁定叶锦岩 老北鼻对着炽热的目光无感 先批评索索作为一个女孩 居然跟一帮大老爷们拼酒 然后批评可怜的范密 责怪他没有照顾好索索 然后让他们先睡一觉 等到了公司再让范密送索索回家 换身衣服下午来上班 而他就先去公司 索索被老北鼻的温柔感动的眼眶发红 固知不觉地回忆跟叶锦岩的接触 有没有拿下叶锦岩索索不知道 但他觉得自己要被总裁大人拿下来 然后一脸开心地看着叶锦岩 甜蜜地唱着情歌 很快三人就来到公司 叶锦岩赶紧下车回公司上班 范密则开车送索索回家换衣服 在路上 范密认为叶锦岩今天有点奇怪 但索索却认为他很正常很可爱 这下范密觉得这两个人都奇怪了 下午在办公室里 叶锦岩自责自己没有听范密的话 让索索居然身处险境 但范密却夸索索表现很不错的 随后叶锦岩决定给他安排其他事情 于是范密提到杨科想要调出索索回去 叶锦岩考虑后没有表态 决定再考虑考虑 这时索索突然开门 敲门吸引两个老斗鼻的注意 叶锦岩问他是否有事 索索花痴摇头表示没有 范密赶紧跑过去询问情况 找我有事 我没找你有事 那你站在这干什么 索索没有回答而是看着工作中的叶锦岩 靠着门板一脸痴迷地看入了神 与此同时 公司上下流言飞起 同事们对索索议论纷纷 认为他迷婚了杨科又迷叶锦岩 索索前同事听到后为他打抱不平 谁在说我呀 没有没有 我们闲聊呢 没说我 我说出索索 对 说他也不行 警告你们记得 下次再让我在背后听着你们说诸索索 说杨科又撕烂你们的嘴 听到了吗 警告完八卦吧 大波浪带着两米八的气场离开 转头就来到杨科的办公室 像正在和杨科聊天的索索说刚才的事 然后自己光明正大吃起瓜来 问他夜景年是不是为了他连项目都不要了 这时杨科却泼冷水 认为夜景年喜欢索索是有可能 但是为了索索放弃项目绝不可能 我觉得不是你高估了自己 就是八卦的人低估了老爷 索索担心公司迫于舆论开除自己 立马表示打死自己也不走 这让老同事笑他被老板英雄救美就不想走了 随后让索索现在什么都别做 要是再去找老板会更麻烦 杨科也决定找夜景年要人 将索索放在自己身边带着 这样在公司里他还能照着索索 索索激动的要抱抱 杨科说干就干 晚上主动来找夜景年要人 夜景年没有直接表态 而是来到杨科身边 告诉他已经安排好了 杨科还继续向夜景年争取索索 表示自己会亲自带着他 见夜景年仍然不松口 只好询问他谁要的索索 我 您 是啊 我要用他 夜景年的话让杨科哑口无言 随后又表示会让索索 生之当自己的助理 杨科这下彻底没辙 只好阴沉着脸离开 待杨科离开后 范密劝夜景年不能用年轻漂亮的女助理 夜景年反问他自己为什么不可以用 范密认为人言可畏 他们会说 色令至婚 我倒是想 实力不允许哦 第二天索索就被夜景年叫到办公室 夜景年直接说希望他做自己的助理 索索没有激动反而担心起来 害怕范密会为此介意 夜景年却毫不在意这里 索索又提到杨科 夜景年明确表示即便不来他这里 也不许去杨科那里 总裁的霸道展露无遗 索索担心自己跟着老板进进出出 会让同事们说闲话 夜景年却认为自己毫无形象可言 谁人背后不说人 谁人背后不被人说 那就这么定了 好啊 之后就带着索索见范密 谁知范密正要听墙角 听到开门声赶紧躲闪起来 然后瞪着眼睛已是无辜 气氛顿时有点尴尬 夜景年吩咐范密给索索准备大点的办公桌 然后表示办公室的门永远不用关了 范密在蒙圈中答应下来 索索的生殖加薪让同事们越发吃醋 认为范密养虎为坏 这下子让索索跟他平起平坐了 用最大的恶意揣测范密的度量 他们的谈话让正在上厕所的范密听见 使得他心中很是不舒服 这时恰巧收到索索的短信 索索对范密表示感谢 知道他做的一切是为了他好 而不是同事们说的打压 他会将这些记在心里 表示自己既是夜景年的助理 也永远是范密的助理 随后发了条语音 爱你哟 范密听到这语音后 对于索索能理解自己的行为 感动得热泪盈眶 女孩名叫蒋南孙是个富家千金 几天前为了偿还王夫的债务 不得不走入社会找工作 没想到给自己面试的人有点眼熟 李一凡 不记得了 这让南孙直接愣住 想到这个人曾是自己的相亲对象 而自己高傲地对他爱答不理 这让南孙有些尴尬 随后两人坐下准备面试 李一凡看过南孙简历后 认为他不适合做自己的助理 一方面这是南孙专业之外的岗位 另一方面不希望他为了钱埋没自己才华 谢谢你 对不起 我认为有话直说是对你的尊重 社会就是这么残酷 不一定因为颜值就会网开一面 更多是看能力是否为公司创造价值 很快南孙又开始第二次面试 这次是来到曾经师兄的公司 在他的帮助下很顺利入职工程装修公司 虽然只是设计师 但干的就是现场监理的活 跟南孙的专业有些对口 不过工作时需要熬夜清零事工现场 幸好南孙为了赚钱不怕苦 又因为老板是自己的同校师兄 本着自己人不骗自己人的想法 南孙果断答应今晚就来上班 到了晚上 南孙跟着项目负责人大罗来到施工现场 大罗对他很是照顾有加 甚至主动留下陪他加班工作 这让出入职场的南孙很感激 却没想到看走了眼 这天大罗接着看客户图纸的理由 带着南孙来到自己的工作室 但这个地方太过偏僻 而且信号不好 南孙心中有一些不安 虽然大罗表示已经报备过 但南孙也长了心眼 趁着放手机时偷偷打开录音 接着按大罗的要求关上门 随后两人开始看图纸 就在南孙认真工作时 大罗暴露自己的本性 突然抓住南孙的手 紧张又激动地想要利诱他 还不断表达爱意 就在南孙无法挣脱大罗骚扰时 大罗 南孙 李一范 南孙一脸期盼着救星到来 大罗却拉扯着他 更加紧张地威胁南孙别乱说话 这时李一范刚好进来 看到南孙激烈的甩手动作 顿时明白他遭受骚扰 于是在工作交代完后 找个理由带着南孙离开 回去途中 李一范表示愿意为南孙做人证 但是南孙有别的打算给婉拒了 决定继续留在公司完成项目 南孙相信这件事后 大罗就能被轻易拿捏 于是这天在公司里 南孙用手机录音威胁大罗 要他将李一范项目的7万奖金给自己 并且以后项目都要10个点的分成 大罗知道南孙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 但相比于坐牢的可能性 最后还是心虚妥协了 南孙看着离开的大罗 知道自己终将为了赚钱还债 变成曾经最讨厌的那类人 谁知大罗的报复来得也快 他利用职场规则孤立南孙 让他无法参加公司的项目中 然后老板又单独约谈南孙 老板认为大罗的价值比他的大 表示公司将要辞退他 除非南孙可以拉来李一范的项目 南孙见到老板的丑恶嘴脸后 也不想连累李一范 于是愤然离开决定辞职 职场就是这么现实 在实际利益面前 才华有时候就有点钱力技穷 就在刚刚 杨柯带着满腔怒火找叶锦颜 他刚得知自己在做副主期间 叶锦颜买通原来的手下 将自己架空成孤家寡人 于是带着鱼死网破的决心来到办公室 当面跟叶锦颜质问 觉得他的升职加薪就是想毁了自己 认为叶锦颜早调查到自己联系猎头 想要离开金颜 但叶锦颜并不需杨柯 认为他走不走无所谓 但是不能带走公司的精英 自己这么做是保护集团利益 杨柯也不否认这个事实 职业名声暗将的手段 是被叶锦颜完明白了 但这么做只会招来下属的猜测 叶锦颜不否认杨柯对公司功劳 也认可他出众的能力 所以我不能把你培养成我的对手 我又学一招 心狠手辣吧 商业手段 将还是老的辣 杨柯当即离开要辞职 谁知叶锦颜叫住他 让他等公司解聘他 这样还能获得赔偿 可杨柯毫不在乎 但又来到叶锦颜面前 好奇他怎么让自己 心付心甘情愿接受调遣 叶锦颜表示他已辞职 就不要操心了 杨柯却迷误了什么 杨柯当离开办公室 就遇到锁锁 面对他的疑问 杨柯干脆表示自己辞职了 问锁锁愿不愿跟自己走 范密赶紧过来盯着杨柯 杨柯却不管这些 利用锁锁重情重义的特点 在邀请他跟自己一起离职 范密很担心索索冲动 可是这个女人还是冲动啊 居然想要质问公司老板 即便范密怎么劝阻 这个女人为了给杨柯打抱不平 还是毅然决然地来见叶锦颜 质问他为什么逼走杨柯 叶锦颜在索索面前 极力克制怒气 面对索索对杨柯解脱的话 反问他是否早就知道杨柯离职的事 但索索天真认为 找猎头是很正常的事 这却触及叶锦颜的逆领 身为员工在职期间找猎头 除了跳槽就是自己另起山头 绝不是单纯地知道自己身价 索索还想帮杨柯说话 叶锦颜再三警告他闭嘴 但索索头铁认为杨柯是自己师父 这彻底激怒了叶锦颜 让索索可以辞职跟着杨柯后面干活 然后警告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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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 你不过就是个助理 不要太自以为是 经验集团不缺一个杨柯 更不缺一个朱索索 这个哭得离花带雨的女人分不清大小王 竟然为了副总杨柯冲撞老总叶锦颜 谁知老baby公司分明 不会因为宠爱索索而放弃开除杨柯的决定 出去 对不起叶总 殊不知索索90斤的体重89.9斤的反骨 刚出办公室就将工作牌交给范木 决定辞职跟杨柯离开公司 而叶锦颜知道索索离职后 将对他选择的气氛发泄在镜子上 跌落的摆件就如同他跌落的心情 破碎的镜面就像他和索索的关系 可身处高位让他必须铁面无情 但是第二天来上班时 看到索索空着的公位 心里还是十分的失落 于是转身问范密索索的离职手续办了没有 范密表示还没有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但叶锦颜却选择闭口不说话 范密顿时知道他舍不得索索 于是在拉黑边缘疯狂试探 那我就跟他联系了啊 于是在索索赶往杨柯新公司的路上 范密当着叶锦颜的面给索索打电话 老baby羞涩的想要抢手机 却被范密直接扒拉开 叶锦颜顿时觉得手下个个都是反骨仔 范密想约索索见一面 和叶锦颜心平气和的聊聊 但索索却耍起性子 直接拒绝范密的提议 不顾范密说的大道理指责起叶锦颜 随后还吐槽范密太惯着这个老baby 才让他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 范密吓得坐立不安 索索噼里啪啦一顿吐槽后 直接挂了电话 而一直偷听的叶锦颜却忍不住了 先指贃范密自作主张让索索回来 转头就笑了起来 别情好 能够听到员工真正的心声 与此同时 索索来到杨科的新公司报道 就在两人闲聊的时候 杨科的合伙人刚好过来 索索万万没想到来人是金言集团的财务总监 潘老师就是你说的那个很熟的合伙人 索吧 这时潘老师表示还没辞职 等杨科公司开张后 就会辞职来这帮助他 索索这才知道杨科早就图谋已久 杨科直言叶锦颜分散自己的人 但他的人不仅仅只在销售部 随后杨科询问索索什么时候入职 索索犹豫表示要考虑考虑 从杨科那出来后 范密邀请索索吃饭 但仍然劝他回到公司上班 认为他并没有学到真本事 需要好好地沉淀自己 随后表达叶锦颜希望他能回公司 索索明白他们都是为了自己好 感动得差点说出财务总监要跳槽的事 怕自己忍不住出卖杨科 索索只好表示考虑几天 然后先行离开这几天后 这个长得像陈道明的霸道总裁 此刻气得脸色发白 范金刚 宋科 因为他刚得知自己的财务总监居然要跳槽 还是去死对头杨科那上班 叶锦颜只能怒火中烧地同意他辞职 而范密却不知道他们交谈的内容 看着老总生气的样子很疑惑 怎么回事 人家 令范高知了 你说 范老师 去杨科那了 得知真相的范密差点爆出国粹 叶锦颜让范密先出去让自己冷静一下 范密一脸担心的关上门后 叶锦颜直接来的鬼忧堂 他是真没想到养出杨科这只老虎 终究还是给自己带来大欢 之后范密邀请跟杨科关系亲密的索索吃饭 告诉他财务总监辞职的事情 希望能帮自己调查这件事情 可索索听后十分淡定 这让范密以为他是杨科死忠 实验杨科对他很不错 吃醋认为自己和叶锦颜对他好的跟神经病似的 索索一副挣扎的样子让范密怀疑起来 范密对索索感到失望直接离开 索索也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 注定要辜负一人更让他伤心流泪 为了得知杨科那更多的秘密 索索带着月饼探望杨科顺带套话 先询问潘老师辞职的事情 潘老师却疑惑他怎么知道 索索解释这是太大连 他这个离职的人都知道 索索也毫不必会点头承认 杨科解释自己和财务总监联合 不仅仅是为了报复叶锦颜 更重要的是他在叶锦颜那只学到一部分 另一部分他没学到 而财务总监潘老师却学到另一部分 于是两人就联合了起来 杨科的图谋颠覆索索对他的认知 好奇他们在公司怎么不互动 潘老师直言杨科不会跟自己互动 毕竟他对身边的女人是有高要求的 杨科也表示玩归玩闹归闹 但他是要开公司搞钱的 心里有数得很 杨科看到索索被吓到的样子 直接摊牌布装了 事表如今介绍一下 潘老师我有朋友 索索万万没想到杨科居然还藏着这一首 赶紧询问他们在一起多久了 杨科直言快四年了 又表示公司不允许员工谈恋爱 更何况他们两个这么敏感的人 只好表面表现出沉迷美女的模样 背地里偷偷谈恋爱 随后让索索找机会爆料出去 学了叶景言挽留潘老师的念头 杨科的图谋已久让索索不含而立 在回家的路上 索索考虑很久 还是按照杨科说的 将他和潘老师的关系告诉范密 就在昨天晚上 索索和男孙躲在厨房吃泡面 男孙谈起自己因为不愿接受职场压榨 被老板和同事逼迫离职的事情 但他现在迫切需要赚钱还债 索索考虑后向男孙推荐一个人 我认识的人当中 给钱爽快给钱多经营 男孙听到杨科给钱多顿时心动了 但是索索直言他都不想去的公司 不希望让男孙也去 但是这是目前唯一来快钱的正规公司 男孙在心中比较了一下 最终还是屈服现实 在索索准备睡觉的时候来找他 希望他能带自己去杨科的公司 但索索认为男孙去夜景年的公司最好 可男孙却管不了这么多了 直言这个月要还九万的债 但是身上只有两百 我带你去见杨科 于是索索提前打电话给杨科 希望他能让男孙入职 但杨科直接拒绝 认为男孙是密罐子长大的孩子 在他的狼窝里会直接把心态完崩了 但希望索索能来自己的公司 毕竟他足够没皮没脸 是可以靠嘴打天下的人 索索见没戏直接挂断了杨科电话 杨科也不生气 还向女友说起自己选择员工的标准 我就喜欢那种大专刚毕业 快吃不上饭的大专专 能画图就行 在杨科还不断吐槽时 索索向男孙道歉 没想到杨科会直接拒绝 但男孙仍然希望争取一下 索索只好答应下来 准备亲自说服杨科 很快索索和杨科来到一片老城区 杨科表示这里将通地铁 而他将在这里打一场成名战 这么好的项目 再加上金言这么强劲的对手 完美 索索没想到杨科这么勇 第一单就跟叶锦年对着干 杨科解释这是委托方让他接手的 因为他们知道杨科了解金言的套路 所以让他帮忙抢博这个项目 之后两人来到狼桥休息 这时索索再一次向杨科推荐男孙 表示在设计规划这块他是专业的 但是杨科依然看不上男孙 只想索索来自己公司帮助自己 如果非要男孙进来也行 前提必须是索索也办理入职手续 你干嘛非得盯着我呀 那你干嘛非得把姐妹塞给我呀 你大方呀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比你还大方的老板了 杨科被索索夸迷糊了 索索直言男孙现在需要钱 不适合去叶锦言那玩情怀 只适合来狼我抢时 杨科傲娇的默认下来 于是第二天 索索带着男孙来见杨科 杨科却直接将合同交给索索 希望他看完后直接签字 随后跟男孙在会议室面试起来 杨科直言自己是因为索索才留下他 觉得他应该为了梦想去经验这种大公司 男孙坦然表示跟梦想相比 还是先归还百万债务更限时点 话到这份上了 杨科也就同意男孙的入职 他面试完男孙后来找出所所 却没看见他 玩的女孩了 你得走了 今天是杨科正式向金言宣战的日子 范密代表叶锦言亲自参加竞标 然而仇人见面却很客气 范兄 别来无恙啊 当然无恙 面对杨科这种另起山头的人 范密是他为背叛者 不愿多谈直接离开 杨科却看出范密出现在这里的意义 老爷让范金刚亲自带队出马 这是志哉必得啊 看着男孙有些担心的眼神 直言他们才是赢家 因为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皮上 见图书馆玩情怀不限时 商人是要赚钱的 这次竞标优势在他 等待结果的时间总是煎熬的 叶锦言忍不住询问范密是否有消息 但是范密只能无奈表示没有 叶锦言一听烦恼的直脑头 认为没有消息就是消息 与此同时 杨科也在急躁地等待着结果 甚至不停地看着时间 而迟迟没有消息 让他都以为自己竞标失败了 另一边 索索和男孙无精打采的也在等消息 男孙将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索索 索索不明白叶锦言为什么非要做图书馆浪费资源 男孙没有说什么专业术语 而是举个例子告诉索索书本的重要性 就在这时 杨科架起二郎腿打起了电话 索索赶索赶紧恭喜杨科战胜叶锦言 谁知杨科还是希望他来公司上班 索索却直接挂掉电话 因为他准备去安慰一下叶锦言和范蜜 先主动约出范蜜请他喝酒 面对索索各种讨好 范蜜就像姐妹生气一样哄不好 你还生我气吗 我有那么小气吗 那么小白眼翻 范蜜蹦不住了表示狠气 责怪他隐瞒财务总监是杨科女友的事 索索委屈表示哪里知道你们这群老狐狸的无见的 随后诚恳为之前的背叛道歉 范蜜一顿实心软原谅了他 随后不断批评索索身在福中不知福 功夫叶锦言对他那么好 甚至比对他还要好 我都觉得叶总是不是爱着呢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尤其是喝了假洋酒的女人 范蜜看着索索花痴一样有些散毛 只见索索猛灌一杯假洋酒 决定玩把大的 于是乘着车去往叶锦言家 一路上回忆着他曾经对自己的好 有深夜加班时暖心投食 有打破自己的规矩插对吗咖啡 有维护自己对抗现实集团 记忆那么好 误会那么深 很快索索来到叶锦言家 叶锦言不明白他深夜来有什么事 但还是放他进来 随后将他迎进屋里 接着坐下想听听他要说什么 索索直接为之前隐瞒的事情道歉 觉得自己孤出了他对自己的宠爱 你跟杨柯的行为 是对公司的背叛 我很失望 老北鼻的失望让索索顿时泪奔 看着他冷漠的样子 索索知道他介意自己曾经的选择 只好选择离开 可是还是停了下来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我 怎样的喜欢 就是喜欢呀 你是不是喝酒了 也正因为他不回答 让索索产生了误 以为叶锦言对自己是有意思的 一脸开心的离开老北鼻家 而刘叶锦言为这段孽缘头疼 动着嘴唇喃喃自语着 他是传说中的附加千金 也是公司老总们很喜欢的海归学霸 为了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选择当一名房地产销售 女孩自称赛琳娜 实际上是从农村出来的村花园园 为了融入上流社会 园园将自己包装成出生富家的海归名园 今天只要忽悠身边三位老总买了豪宅 赚到的提成能让他体面的在上海生活 却被陪朋友李亦凡请来看房的男孙识破 毕竟他曾经也伪装身份跟自己抢钱男友 现在也不揭穿只想看戏 圆圆知道自己暴露 但仍然不动声色地忽悠老总买房 就在众人准备去看房时 圆圆突然叫住男孙 递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 表面上表示有问题随时找他 实际上是想获得男孙联系方式 男孙不需这个善于伪装自己的女人 直言事后会发短信给他 圆圆这才松了一口气 果不其然 就在男孙和索索聊天的时候 圆圆打电话给男孙 希望跟他见一面 但是男孙直接拒绝 索索好奇谁这么晚打电话 男孙掏出圆圆的名片给他 索索听闻顿时一惊 也想到那个善于伪装自己的女人 索索不明白他怎么又出现 男孙认为他这是让自己 不要拆穿他是村花 而是澳洲留学回来的名媛 不要打扰他像老总的卖房子 说完就起身回房间 索索告诫男孙不要圣母 要是圆圆搞事情绝不姑息 谁知圆圆第二天就开始搞事情 为了见一面男孙找到他开会的地方 等散会后直接进来见他 男孙对他这种行为很恼怒 圆圆直言这次找他是有两件事情 第一是希望男孙收服李一帆在他那买房子 他会将赚到的提成对半分 而他只是为了充业绩当经理 第二件事是希望男孙帮忙隐瞒真实身份 直言自己已经忘记过去 男孙却讽刺圆圆这么容易就忘记过去 随后由衷地告诉他 你不能总是靠手段 靠欺骗来生活 抱歉 你说的两件事情 我都不能答应 打扰 为了教育一下圆圆的不守规矩 男孙拜托索索约范蜜出来帮忙 范蜜很疑惑闺蜜怎么找自己吃饭 索索当即表示这次有事求他 范蜜让索索说说到底什么事 索索希望范蜜给自己朋友三套房子的打折优惠 用最低价抢走圆圆手中的客户 范蜜一开始不愿意帮忙 让他自己找夜景连去 索索顿时心虚不敢找 看范蜜这副悠哉的样子 决定告诉他真相 表示知道后一定比自己还生气 范蜜直言不会因为女生的勾心斗角生气 索索邪媚一笑娓娓道来 准备唤醒范蜜的正义感果不其然 这也太气人了吧 这气人太甚呢 是不是气人太甚 蒋男孙还不让我说 我得让他知道蒋男孙不是好被人欺负的 你说的对 范蜜的反应让索索很满意 随后请他帮忙 但是范蜜直言公司有制度 他不能随意愉悦 索索顿时撒娇起来 真是撒娇女人真好命 范蜜也挡不住索索的崇拜 那什么事是你解决不了的呀 那得也是 尤其是像这种 助人为乐的事 我向来是愿意出手 该出手就出手 该出手就出手 昨天他为了卖出三套豪宅 源源做足了准备 提前叫来男孙的朋友李亦凡等人来签约 直言已经为他们拿到最好户刑和最低折扣 但前提是今天得交定金 李亦凡等人不拆钱当即同意 源源立马将准备好的合同递给他们 就在这时李亦凡接到男孙电话 在源源担心的等待下 李亦凡脸色不断变化 随后挂断电话气氛顿时微妙起来 蒋小姐说让我们先等一下 说是还能帮我们再要一点折扣 众人没想到还有这出戏 源源则是直接失去表情管理 直接解释这是本月最低折扣 面对老总们依旧怀疑的眼神 源源拨通经理的电话交给李亦凡了解事情 一番快速沟通后确定确实如此 众人随机同意签约 就在要签字时 等一下 原来是男孙和范蜜来到寿楼部 男孙请人镇压源源只因他曾算记过自己 而范蜜出现则是男孙拜托闺蜜索索请来帮忙的 范蜜刚落座就表示源源的最低折扣是真的 但是在他这里还有一点空间 看着范蜜三言两语就要抢走自己的客户 不认识他的源源忍不了了 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啊 我没必要让你知道我是谁吧 我就是来这坐一会儿的一位老先生 那您不是明着跟我抢客户吗 我有必要跟你抢客户吗 就在源源刚要反对回去时 销售经理看到范蜜再赶紧来献殷勤 热情的让围观群众受不了 一旁的源源却吓傻了 范蜜对销售经理交代一番话后 约定第二天来签约 之后就带着众人离开 而源源这才意识到自己得罪了高层 第二天 男孙带着李亦凡等人来签约 销售经理极为温柔地接待他们 而另一边的源源却在遭罪 女老板不断刁难她想要喝冰镇苏打水 源源为了挽留客户 当即跑去购买饮料 而这一幕全被男孙看在眼里 很快源源光着脚一路小跑回来 却看女老板要离开 恳求对方能给自己十分钟介绍房子 却被无情拒绝表示要开会 约定下周再来看 在源源再三挽留下 女老板收下她的名片表示在约时间 这时男孙出来看到她辛苦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 可是源源却认为男孙故意扮自己 在她最努力最拼命的时候 夺走她即将到手的用金 怒气状态下 以最大恶意揣测男孙的用心 男孙不想跟她鸡同鸭讲 在要离开时 销售经理却带着李一凡等人出来 告诉源源这三人的业绩依然算在她身上 这让源源不可思议 茫然地看着离开的众人 之后找到回来的销售经理 不明白为什么把卖房子的业绩算给她 经理表示范密只是给朋友多一点优惠 不会做出同公司恶意抢单的行为 而且男孙也同意这么做 随后恭喜她成功开单 运气而已 任何人取得惩戒 绝不及你是运气 加油 谢谢 源源这才明白自己错怪了男孙 一句谢谢里也包含着自己的歉意吧 原来不久前范密找到销售 递给销售一份叶锦颜的行程单 还表示自从她离职后 叶锦颜就时不时地牵挂她 销售文言动容 听着范密的话 决定来一场千里追缩的主线任务 于是决定要去外地找夜景言 一边收拾着行李 一边幻想着老宝宝给自己的浪漫 花痴要让闺蜜男孙受不了 第二天 销销就穿上战袍 风情万种地踏上追逐爱情的旅途 很快就上了飞机 却因为过分美丽 收获由匿匿的土味搭讪 这让销销顿时无语 于是在飞行途中 换上一身便装重新入座 但这位靓仔却更来劲了 眼珠子滴溜溜地上下看着 有一说一 销销话题终结者的身份让靓仔很没劲 黄天不负有心人 销销终于在夜景言要视察的地方蹲到他 而夜景言却浑然没有注意到 就在这时 夜走 夜景言手搭梁棚看向远处得意的销销 转头给范密一个死亡凝视 这倒是身旁房鼓仔暴露了行踪 让这个使他头疼的女孩出现 无奈地应了一声 随后范密赶紧示意销销下来 化身最佳聊机提供接触机会 之后三人来到图书馆视察 但夜景言全程不跟销销说话 仿佛有一轮处理两人关系 范密不明白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随后跟销销疯狂的眼神交流 为了让销销回公司 范密决定再帮一次 销销却想着怎么表白才浪漫 这时夜景言却在书架前挑选着什么书 到了晚上 一直追求销销的富二代谢洪祖 得知销销去找夜景言的事 十分不解销销不爱奶狗爱美书的行为 在男孙男友王永正的怂恿下 决定连夜开车来的千里追妻 第二天 就在夜景言和范密商议事情时 销销意外偶遇夜景言 范密以为他是来说服夜景言要回公司上班 很有眼力尽地离开 销销刚落座 夜景言就掏出昨天在图书馆购买的三本书 分别是梁回城和百年孤独 希望销销读懂他们 并让他写份检查一次回公司 谁知销销早有准备 回首掏出一封信 夜景言不明白这是哪出戏 销销知道公司不允许员工谈恋爱 但是为了能跟老宝贝谈恋爱 他销销不干了 然后毫不犹豫地告白表达爱意 我要跟您谈恋爱 夜景言顿时玩耳一笑 销销则抱着书离开 留下老宝贝怀疑人生 你这是真的假的 销销脚步一顿后再次离开 没有得到答案的夜景言 为自己太有魅力独自忧伤 夜景言不是傻子 他感受到了销销的深情 销销找来范密 让范密委婉带话给销销 随后夜景言表示以后 会满足销销各种需求 无论是物质还是金钱 范密顿时领悟老总的话 于是准备去处理这件事 而到了晚上 谢鸿祖终于找到销销在的酒店 而销销却在看着夜景言送的书 谢鸿祖拍打着玻璃 吸引到了销销的注意力 范密顿时有些干大起来 销销还是过来开了门 你怎么来了 我来救你 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见到销销 带着路上准备好的求婚物件 想着怎么打消销销喜欢夜景言的话 让他选择跟自己结婚 犹豫半天后还是开了口 那个老男人不适合你 小朋友也不适合我呀 销销话中带次让谢鸿祖表情僵硬 他以为销销是徒夜景言成熟有钱 直言为了他会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态度卑微的要低到尘埃里 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明白吗 谢鸿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销销干脆摆烂表示喜欢老男人 这让谢鸿祖有些崩溃 认为他喜欢老男人只是缺乏父爱 可销销却认为自己的爱情没有错 谢鸿祖不废话掏出戒指盒 就要向销销求婚 却被果断阻止 直言谢鸿祖从小到大太容易得到东西 甚至觉得爱情也是 才会为了得不到的不计后果肆意妄为 谢鸿祖被他决绝的话所伤害 可销销的话何尝不是在说自己 随后带着戒指盒离开 临走前依然卑微着 如果让你不开心了 就在销销庆幸自己坚定守护爱情时 谁知第二天叶锦妍的秘书范金刚找到他 范蜜向销销转达叶锦妍的意思 希望他今天就回去不用再跟着 也为他买好返程机票 以后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他所要 销销直接拒绝 但他猜到范蜜要表达的意思 范蜜表示一切都是销销想多了 将两人的关系推向拉黑的边缘 范蜜说完就直接离开 索索锦妍嘴唇不想放弃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 只要有叶锦妍出没的地方 就会有索索默默蹲守的身影 可惜叶锦妍每次都视若无睹 哪怕索索卑微地跟在队伍后面 而一直跟着索索的谢洪祖 看到索索卑微的样子 面色苦楚心中更加难过 于是来到音乐餐厅的钢琴前 想为自己弹奏一曲爱而不得的旋律 这时同样爱而不得的索索也来到餐厅 看到此时孤单的谢洪祖 这一刻索索感觉两人都很可怜 视线中只有谢洪祖背枪的清场 灯光下的独唱就像杜鹃提屑 凄惨的爱名不断钻进索索的内心 此刻两人都是得不到爱情的人 于是索索下定决心找到叶锦妍 当面询问她对自己的态度 想知道她到底是因为什么顾虑 才会面对自己的示爱视若无睹 索索直言她不在乎男友年龄大 也可以签订婚前协议不要财产 我不要你一分钱 你确实是想多了 没错 我很喜欢你 现在 如果你说你喜欢我 任何年轻有为的 我都不要 我就要你 花季少女索索表白成熟男人叶锦妍 却被她实动然决 索索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接受自己 明明刚刚还承认喜欢自己 不明白叶锦妍到底在顾虑什么 她只想为爱冲锋打消她的顾虑 可惜叶锦妍的爱是克制的 看到索索难过忍不住说出实情 我曾经有一个女儿 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 索索崩溃了 原来小丑一直都是她自己 错将叶锦妍的宠溺当作爱情 爱而不得的索索认为她很虚伪 可能吧 我希望 小鬼 索索的爱来得很快就像龙卷风 不计后果 炽热如火 叶锦妍的爱理智又克制 不是战友 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放手 表白失败的人总是自怨自艾 索索也不例外 她独自一人坐在台阶上伤心 殊不知爱她的富二代谢洪祖一直跟着她 阿祖深情地看着她 索索却自嘲一笑 谁让她之前为了叶锦妍 觉得拒绝过富二代呢 谢洪祖是来向索索告别的 这是她给索索最后的温柔 这时她又拿出之前准备的戒指盒 想送给索索却又被拒绝 谢洪祖撒娇卖萌球收下 索索不知道她到底玩什么把戏 只好接过礼物 打开一看居然是面包 这时谢洪祖才说出她的用意 原来她早就打听到索索从小就寄人篱下 而接对面的面包一出炉 就能闻到新鲜的面包味 而这味道会让索索有种家的感觉 索索很震惊 眼前的小男孩知道自己的过往 感动得眼泪直流 想到自己最初的梦想 我也只有一个愿望 能给我一个家 索索一直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家 直到谢洪祖看穿她铠甲下的柔弱 她知道真正的人就在眼前 你带我走吧 我想离开这儿 于是谢洪祖连夜开车带着索索离开 索索还是没有从失恋中走出来 谢洪祖看着她这样心中很难受 决定做些什么让索索开心起来 与此同时 范密找到叶锦颜告诉她索索离开的事 可叶锦颜却醉得有点迷糊 顿时知道这是动了真感情 叶锦颜不想啰嗦 直接关上了门 另一边 谢洪祖竟将车停在小镇上独自离开 索索刚刚睡醒 环顾四周却没发现谢洪祖的身影 于是打电话给她 就在这时桥上人影窜动 边跑边说有人跳河了 这让索索顿时感觉不妙 慌张的前去查看 很快来到围观的人群后 迅速来到人群前 看到是谢洪祖躺斑斑 瞬间慌了神 试探呼吸 盼听心跳 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呀 叫过来医院离人太远了 索索闻言干脆要给谢洪祖人工呼吸 捏住他的鼻子 就要把嘴凑过去时 谢洪祖突然诈尸 索索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谢洪祖刚起来 索索直接一个耳光抽过去 原来就是阿祖为了让索索开心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谢洪祖一把抱住索索 就是一番趁热打铁趁气不被趁虚而入的表白 感动了索索 也获得围观群众的祝福 老板 我们这钱可以绝了吧 好家伙围着的人都是群演 索索顿时鸣雾过来 推开怀抱 一副想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了 可在谢洪祖乃狗攻势下 索索还是沦陷了 仿佛找到家的感觉 于是发消息给闺蜜男孙报喜 我要嫁给谢洪祖了 就在刚刚 风流才子王永正在酒吧刷抖音 茶医师圆圆看到他有心事 就主动过来跟他搭讪 看到老王有些心情不好 又主动陪他喝酒解闷 干杯之后圆圆就说起自己的感情 直言因为回国跟外国男友渐行渐远 老王干大 为了不让他误会 干脆表示也有女友比你温柔 圆圆没想到自己高质量女性人设 居然没让眼前男人喜欢上自己 索性战术性撤退 不过却回头为下次见面做铺垫 我来的时候外面起风了 外套借我一下 隔壁老王是没想到他还这么玩 出于绅士风度交给圆圆 明天到公司还给你 老王无语地目送他离开 第二天就在老王下班见女友的时候 黄永正 圆圆还是找到了他归还衣服 老王不耐烦地就要离开 圆圆就询问他是否自己不招他喜欢 对 不招我喜欢 只能说老王干得漂亮 给足了女友想要的安全感 表明态度后老王直接离开 谁知这一幕只是圆圆做给来找男友的男孙看的 男孙并没有吃醋发脾气 而是毫不在意地询问情况 一路打情骂俏地离开 就在这时 男孙突然接到圆圆的电话 你看到我还衣服给我往往正 我为什么不走过来 我认为没有必要啊 你就是这样装清高装不在乎 当你想要在乎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可以在乎了 随后圆圆放话要抢男孙的男人 然后一脸格意地看着他们 谁知老王是个高情商的人 猜出了这通电话的内容 于是走上前来一个爱的报告 这让查医师觉得任重道远 一脸无趣地离开 与此同时 富二代谢洪祖和索索在商量结婚细节 阿祖想让好友小贺当伴郎 担心索索因为他是做白是一条龙的不同意 谁知索索却大方表示必须是他 小贺感动得稀里哗啦 觉得这嫂子真能处啊 索索 太谢谢你了 你太好了 随后就是商量其他细节 而蒋奶奶全程以母校 之后索索约见范密邀请她参加婚礼 范密难以置信她这么草率就嫁人 索索认为谢洪祖年少多金对她好 朱索索 你的名字应该叫善变 随后拜托范密转交结婚情节给叶景妍 又从包里拿出一本书 是叶景妍送给她的百年孤独 表示已经懂了叶景妍要传达的意思 范密只好答应下来 于是来到办公室见叶景妍 将索索交代的东西一一转交给她 随后范密告诉她 谢洪祖的母亲不承认这门婚事 甚至公开表示索索不是儿媳妇 叶景妍认为人家是母子关系 尽量邀请对方到场参加婚礼才对 不然会搞得婆媳关系紧张 范密当即点头表示会转达 很快来到谢洪祖和索索结婚的这天 这对新人招待着宾客 而谢洪祖在慌张背着誓词 这时杨柯作为媒人以及征婚人 也来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随后杨柯和谢洪祖简单含蓄后 就直接对她说出警告 如果以后啊 我要是听说你对她不好啊 或者是她在你们家过得不开心啊 我可能控制不了自己的原型 亲郎 你倒霉 好好的啊 今天她就要结婚了 新郎却不是这个酷酷的老男人 这多少让新娘有些一难平 新婚快乐 谢谢 索索终于要结婚了 叶景妍穿着她送的西服来祝福她的婚礼 索索心情复杂地望着眼前曾经爱过的男人 媚与婆苏的希望她对自己好点 对自己宽容一点 叶景妍是懂索索话中意思的 但是现在只能以嘉宾的身份出席 在索索一番叮咛后 叶景妍也给出承诺 今后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随时来找我 抱一下 如索索猜想的一样 叶景妍还是那么的克制自己 就要离开时却被教主 在索索期盼的眼神中 叶景妍给了她这辈子唯一的拥抱 一秒不算多 但足够温暖 随后叶景妍目送索索离开 看着离开的背影 她下意识想去挽留 另一边 索索打开叶景妍送的礼物 她知道这些话的重量和意义 知道她对自己的关爱和呵护 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 与此同时 叶景妍在四下无人时也不再淡然 她摘下墨镜 滑拉着眼眶擦去泪水 这一刻的她或许是最爱索索的时候吧 很快婚礼开始了 范密当作娘家人挽着索索走向台上 在讲奶奶 男孙 杨柯和舅舅一家人的见证下 缓款来到谢洪祖的面前 就在她要牵起索索的手时 范密眼神顿时犀利起来 直接拍掉这大猪蹄子 极为互独自地警告谢洪祖 必须全心全意对索索好 她的背后站着整个经验集团 要是她全家包括她都欺负索索 会让他们全部都死翘翘 范密太舍不得索索了 一路哽咽着下了台 坐到杨柯身边哭哭啼啼 我不是太激动 我是白杆交集 你不懂 在索索期待的眼光中 她却将发言搞错成团 洒脱地扔到一边准备自由发挥 看着索索破涕而笑的表情 谢洪祖深情款款地表白着 直言在遇到她之前 自己只醉精密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妈宝男 但是遇到索索之后 才发现她是自己不由自主想要保护的人 我会努力变成一个好的丈夫 照顾你一辈子 你一定先信我 我爱你 爱你 这一刻 索索感受到谢洪祖汹涌澎湃的爱意 或许彻底放下 婚礼结束后 索索和闺蜜男孙坐在一起说起闺中密室 她感慨两人从小到大从未吵过架 随后又希望以后都生女儿 让他们也成为闺蜜 彼此关心 彼此照顾 可是男孙却因为身背父亲百万债务 认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幸福 哽咽祝福索索一定要比自己幸福 索索心疼这个一夜长大的女孩 一把将她抱入怀中 希望她也能得到自己的幸福 另一边 叶景言孤独地回到家中 却无力地依靠着房门 这一刻的她就像个嫁出女儿的父亲 都说她爱上了索索 因为喜欢是放肆 而爱是克制 叶景言一直是人间清醒的 她知道索索需要的是什么 也知道自己对她的感情是什么 不能将错就错酿成大错 索性放手让她自由生活 两人动房花竹夜后 麻烦就找上门 祖祖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是不是生我气了 什么玩意 你怎么来了 女人名叫赵马林是富家千金 也是谢洪祖纠缠不清的前女友 赵马林直言 昨天他们结婚的时候 是要大闹婚礼来抢男人的 谁知被新娘闺蜜的男友给堵住了 谢洪祖不想跟她纠缠就要关门 却被赵马林阻止 你妈妈都生病了 还不去看看 我妈怎么了 赵马林利用谢洪祖妈宝男的属性 想引她出来单独接触 这让新娘索索听到后多少有点隔音 赵马林看到索索顿时脸色一变 谢洪祖也感觉脊背发凉 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她吧 你还有脸去医院了 都是怪你 都是你气的 谢洪祖霸气护妻拒绝前女友挑衅 可霸道老妈不认可这个儿媳 这让她觉得很头疼 只好表示自己前去看老妈就行 索索知道谢家豪门看不上灰姑娘 但还是很懂事地让谢洪祖一人前去 随后就带着喜堂来看杨柯 安抚一下被饭蜜抢走风头的她 杨柯觉得那会儿一直哭 搞得自己心里怪难受的 索索却不吃杨柯这突然赶伤的一套 两人一番熟忍絮救后 因为索索要去医院探望谢洪祖母亲 杨柯索性直接开车送她过去 随后感慨自己没想到她会嫁入豪门 本来想为她指点迷津 谁想她就是一个迷津 让人完全看不懂她迷之操作 索索却当她这是夸赞了 随后感谢她一直以来的包容 总是为冲动的自己买单 一次次原谅自己扎女般的辜负 以及一直把机会给自己 索索文言得意地笑起来 杨柯却苦口婆心地告诫她 在豪门生活很不容易 需要处处留个心眼 要是在感情用事的话 很容易被人利用 索索却认为自己已经改不了了 但感情用事还是有好处的 你不感情用事 全情投入 哪有真情投入 是这个道理吗 但愿是吧 很快两人就来到医院 就在索索要给谢洪祖打电话时 杨柯却看到谢洪祖一家出院 就提醒索索看了过去 谁知赵马林居然也在 随后放下车窗直愣愣盯着 这是她没有体验过的温馨 杨柯不建议索索下去闹事 否则会中了赵马林的计 索索心中很是不甘 直接表示要去闺蜜男孙家 杨柯强烈建议索索解决掉赵马林 你不觉得他们刚刚在一起的样子 特别像一家人 你想什么呀 咱俩都一块像一家人 索索不说话很认同 于是杨柯带着他离开这个伤心地 几天后 谢洪祖带着索索来公司视察 但公司里一半是赵马林家的人 这让索索感觉很隔音 谢洪祖当即表忠心 却没让他缓和脸色 于是借口去拿两人的结婚照 这时小贺递给索索一张名片 谁知名片上的香味让索索想吐 对不起我去他洗手间 然后捂着嘴奔向厕所 谢洪祖看到一场赶紧出来 以为这小胖嘴欺负老婆了 小贺赶紧解释自己 只是给了特殊香味的名片 谢洪祖还是气不打一出来 定个没味儿的不贵呀 是不是索索游戏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谢洪祖赶紧去厕所捞老婆 接着就搀扶索索去医院检查 紧握方向盘小心翼翼的开车 可车速慢的让人怀疑这是小电驴 索索忍不住吐槽 我说你能不能开快一点啊 这人家喇叭按的我都快要暴躁了 阿祖顿时安慰起来 不想让索索动了胎气 这时小胖也安慰起来 索索被这俩没见过世面的男人气死了 很快被这俩户给嫁到医院 他实在受不了 就像医生吐槽他们以为孩子 就像劣质双面胶黏在肚子里似的 甚至要自己走路 却吓得俩男人直冒冷汗 纠结半天索索还是放弃抵抗 从医院出来后 他就让谢洪祖宗自己来男孙家 刚坐下就哭闹起来 直言不想怀孕 不然就不漂亮不能穿好看的衣服了 男孙却一脸看戏的模样 认为半天没有眼泪不是炫耀就是撒娇 然后坐到索索身边 让他以后借掉喝酒要好好养胎 但索索还没适应身份的转变 认为自己身体好得很没事 齐阳音知道了吗 一提那个嫌弃自己的婆婆 索索有些自闭 想等肚子大了再告诉对方 这样才不会让婆婆觉得自己无中生有 就在两个女人聊着闺中密室的时候 谢洪祖却傻乐着 其实我挺后悔的 后悔和索索结婚 后悔 之前我一直在玩 现在身马也帮不上 男人的成熟是瞬间的 尤其是在要当父亲的时候 没有人会选择逃避承担这个责任 但游手好闲半辈子的阿祖却有点没底气 那我会是个好爸爸吧 当然是啊 相比较谢洪祖的忧心忡忡 索索却担心婆婆不接受孩子 男孙霸气表示他们不养咱们养 不仅能养活还要养好孩子 索索很感动闺蜜的两肋插刀 随后希望是生个男孩 觉得要是生个女孩子 在这个社会生活太难太辛苦了 然后就是一番多愁善感 回到家后 索索享受着阿祖的按摩看着电视 谁知突然瞧见叶景颜的新闻 谢洪祖见此情况 立即拿起遥控器转台 索索却疑惑他这迷之操作 阿祖只好表示看到叶景颜会做噩梦 索索顿时转身 直勾勾看着他 谢洪祖无奈承认自己不如对方 害怕索索就情赋然会跟对方离开 索索当即表明态度 第一 他绝对不会来找我 第二 我绝对不会跟他走 谁知变故来得这么快 这天两人在讨论孕妇会不会变胖的问题 谢洪祖手机突然响起 索索转身去拿时 竟是谢洪祖前女友的电话 还是假装不知道将手机给老公 男人一看却脸色一变 立即起身来到阳台边接通电话 没想到却是这么打招呼 妈 谢洪祖一番交流后 着急忙慌的要离开 走之前告诉老婆他老妈心脏又犯病住院了 索索乖巧的让他赶紧去照顾下 可当阿祖尹会表达晚上不回来时 索索脸色顿时一变 目送谢洪祖离开后 他眼中的光渐渐熄灭了 到了深夜 索索一次次拨打谢洪祖的电话 可等到的却是无人接听 他知道婚姻已经开始变了味 于是第二天 独自一人拎着几大袋菜来到闺蜜家做菜 闺蜜男孙赶紧过去帮忙 还叮嘱他一个孕妇就不要拿重物 索索却故作坚强地又要去拿剩下的食材 谁知谢洪祖刚好赶了过来 连忙上去表现 之后谢洪祖陪着蒋奶奶聊天 当被问到他母亲反复生病的事时 阿祖吱吱吱回答敷衍着 随后表示只要索索在身边 他就无所畏惧 这话瞬间逗了奶奶们 可他却低下头 脸上露出纠结挣扎的模样 与此同时 索索在厨房里疯狂剁菜 男孙察觉到他的异常 因为自从他结婚以后 他的眼睛里在无光芒 笑容也是那么苦涩 于是心疼地安慰着他 索索却强撑着让男孙一起剁菜 这么多姚母鬼怪 斩斩斩切切切切 挺好的呀 男孙也是拿他没有办法 于是姐妹俩接着剁菜 发现内心的烦恼 一段时间后 谢洪祖陪着索索来产检 当索索询问孩子该取什么名字时 这货却低头玩手机 根本没照顾到索索的情绪 还表示要忙着处理公司的事 应付公司资金周转的问题 随后又提及明天要去印尼谈生意 但索索却告知是中秋节 谢洪祖立刻一副懊恼的样子 但当索索问到前女友赵玛林 是否也去时 阿祖立刻嬉皮笑脸地否认起来 索索却知道他一撒谎就会这样 于是拿过谢洪祖的手 谢洪祖对着毒石感到发怵 随即当面发誓却只字不提被死字 索索不想让他蒙混过去 直到逼着谢洪祖完整地说出誓言才罢休 第二天 谢洪祖好兄弟小贺亲自送索索来男孙家 还为他们备好饭菜 面对将奶奶留下吃饭的要求 小贺委婉拒绝后 就收拾东西离开 谁知道他刚下楼 索索也跟了下来 叫住他后 大不留心走到跟前 直接问话 谢洪祖跟赵玛林是不是就情复燃了 索索突然地质问让小贺直接傻了 看着他冰冷的眼神 小贺却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只能委婉提及谢召两家关系不一般 但索索惹莫表示知道了 小贺更加慌张起来 为了不出卖朋友 希望他能相信自己老公 可他这支支吾吾的样子 让索索明白了小贺的立场 进而读出他话里话外的意思 明白自己终究是个外人 然后客气地让他离开 目送小贺离开后 索索还是忍不住地伤心起来 他不明白自己就是想要一个家 为什么婆婆不疼他 老公还要隐瞒他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就在刚刚 因为索索预产期来临 男孙就过来提前为孩子买些衣物 在索索欣赏婴儿装时 男孙环顾四周 却没见他老公谢洪祖 就好奇他的去向 索索无奈表示他回家了 帮家里从空调界转行报房地产 然后拉着男孙来到房间 让他帮自己挑选礼服 表示婆婆在下午举办商务宴会 要求谢洪祖带他一起参加 毕竟从结婚到现在 还没正式见过婆婆呢 所以就麻烦男孙挑选衣服 当男孙得知谢洪祖的前女友 赵玛林也参加时 立即坐下大气支持 战袍穿起来 赵索索 你就是怀了六胞胎 也不能给他厌仰你的机会 那是必须的好不好 与此同时 一个美丽大方的女孩 进入叶锦颜的办公室 原来她是叶锦颜的新助理男方 在向老叶交代待待会儿 参加商务宴会的行程安排后 就优雅且干脆地转身离开 可叶锦颜却看着 南方青春靓丽的背影 不知不觉地回想到 当初见索索的样子 时光如梭 造化弄人 另一边 谢洪祖带着索索赶去宴会地点 还故意告诉索索 叶锦颜找女助理的事 但索索却淡然一笑 这让阿祖顿时放心起来 很快两人来到宴会大厅 没想到一家人刚见面 谢家英就给下马威 看这么高的高跟鞋 你不累吗 孕妇是不能穿高跟鞋的 索索阻止要开口的阿祖 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 可谢家英不认可索索的身份 让他称呼自己为谢总 这直接把两个小年清整不会了 为了维护婆媳关系 谢洪祖离开现场 帮索索去拿瓶底鞋 谁知谢家英立马欺负索索 希望他在孩子出生后安心休养 至于孩子就交给谢家的月嫂和保姆 索索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一旁的赵马琳也帮腔说话 索索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认为孩子还是需要妈妈陪伴的 就在赵马琳冷嘲热讽的数落他时 索索爆发了 赵马琳你是闲得没事 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索索直接点破赵马琳的心思 却啪啪打婆婆的脸 就在他妙语莲珠时 刚来的叶锦颜注意到了索索 见他一挑二不落下风 就默默地关注着 谢家英看不下去了 初言提醒他说话注意措辞 偏袒之意让索索不想跟其纠缠 情绪失控下拿起酒就要喝 却发现角落里的叶锦颜 心疼自己的样子 于是立即平复自己的情绪 在向谢家英道歉后 自称身体不适 于是拿着酒就要离开 一个孕妇天天喝酒 身体能舒服 赵马琳你给我记住了 你要是敢动我的孩子 我跟你没完 叶锦颜偷听到索索的话后 更加心疼起来 婆婆没想到儿媳言语这么犀利 索索却在众人的目光中霸气离场 与此同时 范密收到叶锦颜的电话 让他找到索索安慰他 于是范密赶紧出去寻找 谁知索索却光着酒 拎着酒挺着肚子独自走着 就在这时 范密也来到这个偏僻的地方 发现了光脚走路的索索 就赶紧来到他身边 直接夺下他手中的酒 索索表示为了孩子 他并没有喝酒 范密见他在豪门过得不容易 就要带他回家 索索却撒娇要范密陪自己坐一会 毕竟从结婚后 两人都没见过几次面 当索索刚坐下时 范密告诉他叶锦颜等会回来看他 索索却不想让他来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 范密心疼地看着索索 慢慢地蹲下来劝挤着他 范密妈妈般的温柔语气 瞬间让索索破防了 看着他担心的眼神 索索握着他的手坦言道 范密欣慰地抚摸着索索 感觉他长大了 就在这时 叶锦颜带着新助理南方赶了过来 两人站起来迎接他 范密很识趣地离开 给两人独处的机会 索索收拾好情绪 看着叶锦颜千言万语 只话为一句 好久不见 你好 在索索落座之后 叶锦颜告诉他 谢红祖在到处找他 索索表示等会儿就去找他 随后坦言刚刚跟婆婆顶撞的事 本来想着跟婆婆修复关系 但是他们的要求太过分 就没忍住脾气 让他看见自己丑态了 叶锦颜却不在意这事 反而提醒索索他婆婆 为了做商业地产 因为没钱到处贷款 甚至还以个人名义贷款 钥匙破产 可能会牵扯到他身上 随后直言钥匙出事 就来找他帮忙 那谢红祖呢 我们先管好自己 对叶锦颜而言 全世界他只想守护好索索 事后 索索和谢红祖回到家里 但却不理这个软弱的老公 于是谢红祖叫来好友小贺 让他陪索索去想去的地方 而他自己回去找他老妈说理去 小贺则在一旁瑟瑟发抖 谢红祖表完太后就起身离开 小贺则问他要去哪里溜达 你送我去男孙那儿吧 然后你就回去 另一边 谢红祖回到家中找谢家音说理 认为他今天欺负索索的行为太过分了 人家想跟你好好聊 你却要人家孩子 谢红祖极力维护索索的尊严 但谢家音却打断他说话 随后来到周边 拿出自己和赵马林开发的地产项目 让他明天就去印尼出差 谢家音强势又霸道地看着儿子 谢红祖直接拒绝 几小时前还和闺蜜一起趴在阳台赏月 期间索索还劝男孙和前男友王永正复合 谁知男孙看着手机沉默着 原来他在圆圆朋友圈看到王永正和他的合照 而索索拿过手机看到后火冒三丈 心疼男孙又被圆圆欺负 于是不顾怀孕就要去理论 却被男孙当场镇压 索索只好假装稳定下来 等深夜男孙睡着后 就独自一人去找王永正心事问罪 很快索索风风火火来到他们面前 看着圆圆讽刺到王永正不吃龙虾他吃 刚好可以照顾下他这个孕妇 老王瑟瑟发抖地离开位置 圆圆全程被镇压不敢说话 在隔壁 索索指着王永正质问是否看到圆圆的朋友圈 不知道男孙看到会很难过吗 不懂得为真正喜欢的人远离异性吗 谁知王永正帮圆圆说话 认为发朋友圈是别人的自由 索索直接欺诈了 直言男孙很想跟他在一起完成梦想 可是他被现实束缚住了 责怪王永正这么爱他还不理解他 索索越说越激动 就在老王询问男孙被什么束缚时 索索肚子开始不争气了 突然出现腹痛让他站不稳 吓得王永正慌了神 王永正赶紧去找人帮忙 很快索索就被送到病房里 老王见他没事赶紧出去交住院费 没多久 得到消息的男孙急忙跑到医院 从老王那得知索索在检查时 就在门外等了起来 谁知王永正不合时宜地问男孙遇到了什么事 但男孙认为现在不是时机 随后便进产房看索索 看到他没事放下心来 但是很奇怪他老公谢洪祖怎么不在 于是索索就要打电话 却被男孙接手帮忙联系 却因信号不好没打通 就来到走廊再次拨通电话 情绪激动地要求他 无论在哪里立刻来妇产医院 一旁的王永正被这一幕吓到 待男孙打完电话 就上前关心一下 谁知男孙将对谢洪祖的气撒在他身上 然后直接回到产房里 留下老王蒙圈傻眼 另一边 得到消息的谢洪祖立即打车去医院 谁知途中老妈谢家英又作妖 假装心脏又犯病 逼迫阿祖回家 谢洪祖痛苦地表示立马回家 但是摔到一旁的手机显得他督无助 就在男孙安抚索索的时候 赵马林突然闯入产房 身边跟着医疗团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朱索索肚子里的可是谢家的孩子 废话 那都是我跟你的孩子 你要别脸吗 你脸哪 谁要你来的 你滚出去 而男孙则是直接上手了 拼了命地阻止别人对索索的伤害 什么叫生死之交的闺蜜 这个就是啊 就在男孙刚赶走他们时 索索被气得直接要早产了 很快索索在产房里遭受生育的痛苦 男孙陪在一旁加油打气 而谢洪祖解决好家中的破事后 着急忙慌来到产房外 身为丈夫却无法守护在妻子身边 只能听着他痛苦的叫喊声 谢洪祖是个王八蛋 每个孩子的出生都伴随着母亲的九死一生 而一直焦急等待的阿祖也听到孩子的啼哭声 事后 谢洪祖抱着女儿一脸温柔 老婆孩子热炕头 阿祖这一刻简直人生巅峰 就在这时他又接到赵马林的电话 跟索索打个招呼后就出去了 而索索却以为深长地笑了起来 很快谢洪祖回来 看着索索告诉他公司有事要处理 索索毫不在乎地同意下来 谢洪祖愧疚地看着刚出生的孩子 然后艰难地离开家人 小赫看着索索难受劝解道 于是叶锦炎就找到谢洪祖 敲打他要对家庭负责任 对妻子女儿负责给他们幸福 没想到谢洪祖年轻戚盛听不进去 谢洪祖疯狂宣泄着对叶锦炎的不满 认为他没有资格教自己怎么生活 觉得他道貌黯然图谋不轨虚情假意 甚至气急大坏地摔碎杯子 叶锦炎看见小伙子这么有血性 感到相信他爱索索的 就在谢洪祖父亲离开的时候 叶锦炎还是叫住了他并警告着 今后好好过你的家庭生活 如果你对猪索索不好 别看我老呢 打你还是有负义的 就在阿祖证明自己的爱情时 他妈妈谢家英却叫来索索要摊牌 直接甩出两套市值几千万的房子合同 条件是索索同意和谢洪祖离婚 然后谢洪祖和赵马林结婚 谢家英表示只有这样 谢家才能摆脱困难 随后直言索索是个现实的人 嫁到谢家也是为了钱 而且结婚不到两年 就拿几千万就不要再贪心了 第一次进婆婆家 是为了让我离婚 那真是讽刺之急啊 就在要离开时 索索询问谢洪祖是否知道这件事 结果谢家英却表示谢洪祖还是个孩子 离开谢家以后 索索拿着各种合同找范密帮忙 范密取完证后 告诉索索将房子卖给叶锦炎 因为谢家的情况继续差下去 这两套房子也会被拿走抵押 索索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范密却希望他能度过这个难关 这个比什么都强 索索被范密和叶锦炎 这样的老baby感动坏了 几天后范密带着索索去见叶锦炎 因为他们已经将房子转移到他名下 索索一番感谢后 范密潇洒离开 随后索索又感谢叶锦炎的帮助 谁知老爷开启父亲模式 直言他其实最不希望索索离婚 但是为了不让谢家牵连到他 最好将自己名下的财产 转移到信任的人名下 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那我转给南孙 可以 于是索索就跟南孙一起收拾东西搬家 谁知这时收到赵玛林的短信 一气之下将手机砸向结婚照上 索索这才告诉他赵玛林 居然帮自己预约了民政局离婚 南孙心疼抱着索索 对着豪门的破事深恶痛绝 第二天索索早早就去民政局等着 谁知却等来了谢洪祖的电话 被告诉老母亲又生病住院了 只能下次再离婚 索索对这个男人直接无语 这时也能放鸽子 就在要离开时又接到范密电话 范密告诉他谢家因为欠钱 导致很多债主找上门 结果谢家应直接气得心等住院了 索索听到这圣母起来 直接挂断电话 这时叶景言过来查看情况 范密一番汇报后 叶景言却问是否确定离婚了 范密傻了因为他没问 在老叶担心的眼神中又拨通电话 直接询问索索是否离婚 我没离 什么 这事你先别跟叶总说 我不想他对我太失望了 谁知索索的话叶景言全都知道了 对这个叛逆的女儿很失望 准备闭关想想别的办法拯救索索 逆边 索索还是约出谢洪祖见面 阿祖还是想跟他离婚 只因谢家将破产不希望连累上他 但是索索却不后悔嫁给谢洪祖 反手将他母亲给的几千万离婚费还给他 希望这样能缓解一下 谢洪祖被索索感动的想带着索索和女儿私奔 找个没人的地方生活 但索索却提醒他应该长大了 到了晚上 叶景言从办公室出来 让范密整理谢洪祖家族公司的资料 范密明白叶景言是想收购谢氏集团 用来帮索索和谢家脱离困境 便苦苦规劝他换种方式帮助他 但是叶景言强烈要求范密去询问收购条件 那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万一又有利可图呢 之后范密找到戴倩 将叶景言做出的决定告诉他 希望他能去劝劝叶景言 戴倩不相信他会这么意气用事 但还是约出叶景言当面聊聊 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金言 叶景言只想喝醉不想提这件事 为了女人 朱索索 才对了 戴倩依然不相信他会感情用事 于是叶景言向他展示手腕上的红绳 表示这是他女儿留下最后的礼物 一切都怪他为了虚荣送女儿到国外 却没想到他受不了压力自杀了 而索索跟女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于是将父爱转嫁到他身上全力弥补着 戴倩文言放弃劝说这个晚年丧子的男人 第二天 谢家英约索索医院见面 很好奇他不离婚的理由 索索坦言谢洪祖曾经真心对他好 他不能落井下石 更重要的是为了女儿 谢家英没想到豪门里还有这股清流 仍然想索索能够离婚 这样他就脱离了谢家的债务纠纷 但希望以后能让他见见孙女 我知道你们破产了 但我不走 索索直言并没有原谅婆婆之前对自己的刁难 但是愿意出去借钱帮助谢家 谢家英从来没想到自己看走了眼 埋怨自己当初为利益做出错误的决定 与此同时 叶锦言也召开董事会 董事们纷纷批判他最近的工作 叶锦言就借颇下驴 全揽所有责任 然后拿出自己的辞职报告引就辞职 吓得其他董事劝了起来 可老叶不管不顾铁了心离开 叶锦言在收购谢氏集团后 单独约见谢洪祖 阿祖很感谢他危难之际出手 救谢家 叶锦言感慨他经历变故后成熟了不少 随后说出自己的目的 我在这这三年会好好待遇 这样不光对得起你 对得起你母亲 更重要的是 对得起你的孩子 谢谢你 在谢家集团摆脱危机后 索索还是跟谢洪祖离婚了 人都有分开的时候 阿祖看着索索的背影 泪水忍不住掉下来 故事的最后 索索重新回到销售部卖房子 而男孙职场打怪升级成功 在上海暗间买了一套房 让索索一家和奶奶都住了进来 三年后 叶锦言带着谢氏集团走出危机 五年后索索带着女儿去了北京 男孙则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 流经岁月 岁月流经